第451章,卡卡西的晋升礼物 既然所有人都完全恢复 那我们是时候该返回东岸战场了 卡卡西说道 前线并没有传来紧急调令 这是卡卡西自己的想法 虽然现在所有人都好好的活着 但卡卡西没有忘记 他们有一个不太美好的未来 在那个不太美好的未来之中 没有沐月的身影 水门会死在九尾之乱 野员林雨带土活不到漩涡名人济世 为了阻止这样的未来变成现实 他们需要尽可能的变得更强 而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场所 战争很危险 但也真的很锻炼人 这是卡卡西不得不承认的事情 直到现在 卡卡西都很难想象 沐月会非正常死亡 这可是掌握了诸多呼吸法 以及武装色密术 还有非雷神的沐月老师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者 或者说什么样的人者部队 才能杀死他 由于情报太少 卡卡西很难分析出有用信息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弱者之会托沐月后腿 听住卡卡西的话 戴土的表情也变得正经 他可不想死在卡卡西前面 更不想野员林被杀死 更更不想看到 那魔好的沐月老师不能长命百岁 我这边没有问题 随时可以出发 麦特凯爽快回答道 麦特凯是一个善于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 既然五门加盐之呼吸查克拉模式不够强 那魔 他就一直修炼到 第八门加盐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再加武装色 经历了长时间苦修 再加上沐月开悟教授 技能双重加持 麦特凯如今终于是掌握了 武装色秘书的前置条件 因属性的查克拉性质变化 开始正式修炼 武装色霸气 不过以卡卡西他们 修炼因顿性质变化 与武装色成功时间对比 麦特凯的武装色之路 不会轻松 好 那我们直接叫上小林一起出发 卡卡西点头说道 由于他们恢复时间 比麦特凯要早 已经提前商量好了 随后四人便各自收拾东西 前往东岸战场 这一次 一定要和沐月老师 一起打败物影 然后晋升上任 踏出沐月大门之后 带土意气风发说道 上一次出发 他只是一位中人考试 小有名气的中人 回来后 成了沐月知名天才 这一次 他要更进一步 成为威名远扬的上人 带土队员 请专心赶路 不要废话 卡卡西毫不客气说道 重点强调 带土的身份 这才走出木叶墨基米 就开始惩复对肠威风 感受到野员灵目光的带土 不落下风说道 那好 带土中人 请不要浪费时间 卡卡西反手 又是用忍者等击捅了带土一刀 带土表情有些尴尬 这下不仅小队里身份 不如卡卡西 忍者等级 也被卡卡西压了一头 卡卡西也就成为忍者走 不然肯定没办法 一下子成为上人 带土内心拿卡卡西的忍灵 进行自我安慰 再想到麦特开雨止水 也还是终忍带土更从容了 现在沐月弟子之中 终忍才是大多数 嗨嗨 那就快点走吧 带土低渴两声 化解尴尬 开始埋头赶路 等带土他们到达营地之时 已经是晚上 互相熟悉的忍者们 聚在一起吃饭闲聊 我们沐月 真是蒸蒸日上 有水门大人 沐月大人 这样年轻有味的强者 又有沐月绿枝猛售卖特开 顺身止水 这样的超级天才 有忍者情不自禁感叹道 现在的人皆十分混乱 沐月同时与三大忍村开战 如此多的战士 本应该忧愁 但沐月接连不断涌现出的强者 与天才让沐月忍者们 十分乐观 可不是吗 听说宇智波纸水 今年才八岁 真是吓人啊 八岁就一场 战斗阵战三名雾影上人 传说中的宇智波班 在同样年纪 也不可能做到更好吧 旁边忍者扎舌道 他八岁的时候 都还在上忍者学校 看见众人老实露一手 都得直呼牛逼 实在是不能比 奇目卡卡西也很酱啊 杀死了忍刀七人种之中的 西瓜山河屯鬼 现在是沐月最年轻的上人 说不定将来能超越白牙大人 有人补充说道 戴土停住脚步 他再等一句话 他们好像还都是 沐月大人的弟子 感觉这样下去 能成为下一个三人 戴土额头 皱出一个颈子 沐月弟子 这魔多子魔 能是三人 起码也得是无人 而且 西瓜山河屯鬼明明 是他和卡卡西一起杀的 怎么好像变成卡卡西 一个人的功劳了 天生邪恶的卡卡西 没想到你 居然还是功劳小偷 戴土心中骂道 野员灵剑戴土 突然停下 用疑惑目光看着戴土 让还想等待的戴土之 能不情愿地继续前进 由于沐月在这个时间 没有出去执行任务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 营地之中的沐月 沐月老师 所有弟子 都与沐月打招呼道 看来都恢复得不错 沐月微笑回应道 另外 恭喜卡卡西你 成功晋升上任 现在说 是不是有点太迟了 卡卡西露出一丝笑容 并不晚 沐月老师 您这不是第一时间就到洗了吗 沐月是战场副指挥 身负重任 不能随意离开战场 所以 在卡卡西看来 沐月恭喜得不迟 而且一直将这个记在心中 是早是晚赞且不论 期待一下 我给你的晋升礼物吧 你肯定猜不到是什么 沐月一副谜语人样子说道 这让卡卡西 有些好奇了起来 沐月一向不会无的放适 既然沐月说难猜 那肯定是一个他想不到的礼物 难道是忍者小说 卡卡西在心中 尽量往没用的地方去猜 下一刻 卡卡西就将这个猜想否定 沐月又不是带徒 怎么会送这众无厘头的礼物 如果沐月送他忍者小说 那么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沐月送的那本忍者小说 不是普通忍者小说 其中蕴含了深意 戴土用羡慕极度恨的目光 盯着卡卡西 他也想要沐月老师的礼物啊 戴土这才发现上人考试失败 是足以排进人生失败大事件 排行榜前时的恐怖存在 不仅让他低了 卡卡西一头 无言于也圆灵玩耍 甚至 还只能眼睁睁看着沐月 送卡卡西一个人净声礼物 沐月走入他的营帐 做出拿东西假象 然后从系统空间 取出了宝可梦弹 走出营帐 这就是我给你的上人礼物 沐月双手抱着宝可梦弹 递给卡卡西说道 好大的弹啊 这是什么弹 难道是要做一顿全弹宴来庆祝吗 戴土有些好奇 他还是第一次 看见这磨大的弹 比他们的脑袋都还要大 啪 伴随着一声清脆敲击声响起 沐月的手指 便与戴土的额头 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这可不是用来吃的 是能够孵化出通灵兽的蛋 沐月收回手指说道 原来通灵兽 是用蛋孵出来的吗 戴土揉了揉被敲的地方 感觉长之实了 卡卡西无语 戴土这活 该过不去上人考察呀 这是看是卵生 还是胎生 而不是看是否 为通灵兽忍受 卡卡西科普道 其实在卡卡西看来 忍受与普通动物的区别 就像是普通人与忍者 有特殊之处 蛋大部分还是共通 沐月老师 这里面是什么类型的通灵兽 卡卡西打量了几眼 宝可梦蛋后问道 生物课倒也没教 怎么通过蛋 去编任具体动物 等孵化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不过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通灵兽很将 有着极高的成长性 悉心培育后 会成为你战斗之中的大助力 沐月依然保持迷语人态度 当然 这主要是因为 沐月也不知道 里面能孵出什么宝可梦 不过 按照系统以往的作风 沐月觉得 里面的宝可梦 应该会与卡卡西较位契合 可能是地面系电系 与卡卡西查克拉属性 差不多的宝可梦 也可能是谁属性 能与卡卡西打组合人数 与刀数相关 也不是莫可能 很强 卡卡西下意识地 将怀住的宝可梦蛋 抱紧了一些 对人者而言 一个有着出色战斗能力的通灵兽 简直比一个强大秘书还要重要 会是什么呢 鸟类吗 卡卡西忍不住猜测了起来 鸟类都是卵生 不过卡卡西没怎么听说过 有狠酱的鸟类通灵兽 你赠送了弟子 宝可梦蛋 由于弟子十分感激 奖励大暴击 获得忍术麒麟 精通级 大概是许久未宪 再加上沐月出手 就是大礼 卡卡西也是小爆了一手金币 给沐月爆出一个精通S级的雷盾 沐月没有将炎魔给拿出来 他认为当前的卡卡西没办法 驾驭这把妖刀 使用起来会有风险 抛开战斗方式 刀数什么都不谈 其实最适合炎魔的是掌门这种查敦拉 随便你怎么吸 有的是查克拉 但加上其他限制 沐月弟子之中 最契合炎魔的 就是卡卡西了 卡卡西自然是全能战士 但最擅长最降的还是雷盾刀数 一把好刀对卡卡西提升是很大的 白牙之是一把普通查克拉刀 能在忍界 有着非凡名头是 因为其主人齐木硕帽 能力够强 和刀本身没石魔关系 而且 沐月实战测试过一次炎魔 炎魔能砍人自己 吸查克拉越砍越降 不是全部需要主人攻注 这样的话 卡卡西使用炎魔 就只有两个问题了 一个是最初启动需要的查克拉 另一个则是一对 一很难吸到敌人查克拉 解决这两个问题 都需要自身有不弱的查克拉量 由于现在卡卡西使用各种技能 都得精打细算 所以 沐月深思熟虑过后 还是没给卡卡西 准备等卡卡西成长到下一个阶段 再给卡卡西试试 沐月老师 我走过来的时候 听到有人说什么顺身止水 这是怎么回事啊 带土压下 心中对通灵兽的渴望询问道 止水在遭遇战这种表现 莫他好才对 怎么现在名头 比他大纳摩多 甚至还被起了一个 纳摩帅气的称号 做完任务来找沐月的 止水刚好听到带土的提问 于是回答道 没事摩 就是最近任务做多了 被取了个绰号 带土嘴角抽了抽 他也想被取一个这样的绰号 你们在沐月休养的这段时间 止水一直都在做任务 有一次身陷敌人陷阱 但止水凭借着个人实力 连续斩杀雾影三名上任 成功战胜敌人 沐月简单描述了一下 止水这一个月多的努力 带土脑中出现了一种 生命力顽强的绿色植物 他有点后悔回去了 晋升上任失败了 因为忙着修炼 再加上晋升失败 不好意思 也默于野员灵加深感情 最终还被迫帮卡卡西庆 住进升上任 带土这样一想 发现自己在沐月的生活宛如地狱 再想到 止水趁着这个机会 打出顺身止水名号 心情更加复杂 硬要带土来形容的话 有点像是放假后 朋友努力读书学习 而他去追女生 结果他女生莫追到 而朋友却考了一个好成绩 一切都过去了 只要 我在开始做任务 就会好起来的 带土熟练地进行自我安慰 随后沐月将战场上的最新情报 告诉了卡卡西他们 并且将止水调回了卡卡西所在的小队 止水对此并无意义 虽然与上山彻他们相处得不错 但卡卡西他们是止水更加重视的存在 不过终究是出生入死一个月多的队友 止水会与高木兴子小队说 民情旷病进行道别 沐月老师 带土说他很不甘心 因为理论能力不足 而无法晋升上任 所以希望你能给他出几套有难度的试卷 来提升比试能力 他也想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上人 卡卡西离开之前突然说道 既然带土不做人 那么就不要怪他卡卡西无情了 哦 这样吗 沐月笑着 看了一眼带土 带土主动要求做试卷 还是做难题 这概率差不多等于黑爵自首了 他一听就知道是卡卡西的鬼话 我当然是一个上镜的人 带土手抖了抖嘴硬说道 此刻带土心中在狂骂卡卡西 因为卡卡西把他嫁起来了 他反驳那就是莫上尽心 只想做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的人者 在沐月面前 在野园林面前带土 怎么好意思去承认 这样也太让人失望了 不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 想法太不成熟了 沐月老师是战场副指挥工作 肯定很累 不能再为这种小事而增加负担了 带土疯狂补救说道 卡卡西挑了挑眉 一到这种时候 带土脑子就像是抹了润滑油的机器 带土以体谅沐月的角度出发 卡卡西还真不好再说什么 默示 对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来说 算不了什么 我会尽力拿出 能让带土你获得提升的试卷 沐月笑眯眯说说道 卡卡西控制不住露出笑脸 他一般不笑 除非忍不住 这个世界是虚假的 这里是 地狱啊 带土一脸悲伤愣在原地 第452章 麦特凯上人奖励 高木对长 一个多月以来麻烦你的照顾了 执水找到高木信赐小队将自己即将离队的消息告知 这种事情 即便执水不亲自去说 也会有人者说明情况的 但执水觉得还是他亲自去说要好一些 毕竟也是出生入死过的同伴 照顾谈不上 应该是我们麻烦你了 高木信赐笑着说道 如果不是执水强势斩杀三名雾影上人 他们都要死在那次的陷阱之中 对于执水的离去 高木信赐也算是早有预料 一方面是执水本 就是临时编入他们队伍 另一方面是执水太优秀了 忍者战争之中年龄是末意义的 谁都不会因为你年龄大而尊老 或者年龄小而碍幼 更将的人者就需要担任更重要的责任 大家以后多保重 执行任务的时候要多注意安全 执水但笑着谦虚了一句 认真看了每一个人的脸然后到别的 直面战争才能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性 在战场的这些日子之中 执水充分感受到了战争的血腥 人被杀就会死 无论是最弱小的下人 还是如同水无月寒这般实力强大的上人 都有可能在战争之中隐秘 现在他们还能坐在一起好好聊天 但一个星期后一个月后战争结束之后 还能有多少人活着就不一定了 执水你也是 虽然你比我们更强 但你要做的任务肯定比我们更危险 小林坚二提醒道 空闲时候可以来找我们玩 虽然以后不在同一个小队了 但我们还是同伴 攻下有计一脸真挚道别 接下来我会努力修炼 争取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让你大吃一惊 上山彻说着自己风格的道别 完成道别之后 执水与带土 他们再度组成精锐小队执行任务 不过这一次就没有了不知火旋间 与会比寿 只有执水 麦特凯他们五人 倒不是卡卡西弦气会比寿 他们实力不行给 踢出去了 是陈老师来到战场之后 知道了他们的事情后把他们带去进行的浴室训练 提升实力 所以 暂时没办法再与卡卡西他们一起组队 由于卡卡西晋升上人也 原林晋升特别上人 再加上他们的实力也获得了认可 卡卡西小队获得了执行S级任务的权限 由于是刚返回战场 卡卡西并没有直接挑战高难度 而是选取了一个较难的A级任务 作为他们返回战场的第一个任务 同样等级的任务 其实难以程度也会有不同 等级越高的任务越是如此 以A级任务为例 任务委托金一般是15万两到100万两 99万两的A级任务 显然不会与15万两的A级任务一个难度 S级的任务更不用说了 低到灭杀上人小队 高到暗杀五大忍村首领 都在S级任务范畴之内 但两者的难度可谓是天差地别 有些S级任务之 是因为它超越了A级的范畴 而有些S级任务 是因为任务最高等级是S级 才被认定为S级任务 为了防止翻车 卡卡西选择稳一手 S级任务要是出现点意外状况 那真是九死一生 在卡卡西稳健形势之下 他们成功享受了一把炸鱼的快感 当一支普通的雾银小队 与卡卡西他们相遇之时 看清楚来人是谁后 物影忍者们的表情是这样的 起初因为身高缘故 物影们面色一喜 当他们看见麦特凯身上 那标志性的景深衣之后 就傻眼了 木叶绿芝猛收麦特凯 顺身直水 白牙之子卡卡西 发现对手是最近出大名的天才们 后物影上人的脸 直接黑了下去 对于卡卡西他们物影高层 设立了极高的奖励 随便杀死其中任意一个 都代表了大把的修炼资源与金钱 但有钱也得有命征 物影上忍不认为他赚得了这个钱 就连忍刀七人众都栽到了卡卡西小队身上 雷之呼吸 全集中 卡卡西先是通透世界观察局 释然后果断拔出白牙 短刃冲了出去 八门盾甲 伤门 开 麦特凯也将呼吸集中 然后打开了八门盾甲的前四门 虽然他的身体 在研制呼吸锻炼下 已经比经常锻炼的成年忍者 还要更强 但八门盾甲 作为一门禁术对身体伤害 是无法避免的 更将的身体质 是将伤害降到最小 相对应的强行使用 更高门会对身体 造成巨大伤害 如果敌人不是很强 麦特凯一般是不会 直接将八门盾甲开到 正常能开启的极限 会保留个一两门 极限是五门 那就开三门 或者四门 幻影顺身术 止水凝聚 查克拉开启血轮眼 然后奋出大量幻影 分身遍布雾影四周 将其包围 野员灵全程没有出手 敌人就被卡卡西他们给解决了 带徒打的时候 尤其用力 可恶 居然没念我的名字 直到战斗结束 带徒依然有些不愤 他的颜值 呼吸查克拉模式那魔帅 怎么就没获得一个 炎帝火神的称号呢 难道要穿得特别一点吗 带徒下意识 看向了一身 绿的麦特凯 带徒脑中幻想了一下 穿着红色紧身衣的自己 然后连忙摇了摇头 要这样才能获得称号的话 那他得认真考虑一段时间才行 圆满完成了A级任务之后 卡卡西很快就迎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S级任务 与战争有关的S级任务 格外凶险 关乎重要战士的任务 甚至不能被选择接取 而是指挥官来选择队伍去完成 事实证明 卡卡西的谨慎不是没有道理 在这次任务之中 他们遇到了数名实力不弱的物影上人 虽然没有与忍刀欺人中 那次遭遇战纳膜激烈 但也成功逼出了麦特凯的五门 叠加炎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不过逼出后 就没有然后了 麦特凯直接一个木叶龙神横扫全场 麦特凯的强势归来让他在战场之中的名声 重新压过了止水 成为了东岸战场上物影与木叶共同认定的 罪将少年天才 物影忍者恨不得麦特凯生病暴死 而木叶忍者则是对自家村子的未来越来越抱有期待 因为麦特凯他们的名声越来越大 身上的功绩积攒得越来越大 大蛇丸在汇报前现战士的信件之中写了一些关于晋升的建议 大蛇丸建议直接将卡卡西小队的所有中人全部提拔卫上人 大蛇丸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带土他们的实力够 另外就是想借此刷点木月的好感 当然 即便是战场指挥官 大蛇丸也只能是建议 莫办法起决定作用 最后决定权是在火影员飞日展身上 就连其他木业高层也没有这个权利 袁飞日展深思熟虑之后没有接受大蛇丸的建议 不过他也没完全拒绝 袁飞日展将功劳最大实力最强的麦特凯直接提拔卫上人 然后将纸水纳入上人考察范围 报备后可直接开始上人考察 最后结果到达大蛇丸手上之时 他没有因此产生过多情绪 其实这在大蛇丸的意料之中 通过功劳晋升上人主要看对村子贡献 也就是看任务履历完成任务的数量 麦特凯他们成为忍者的时间太短了 与那些成为忍者十几年的中忍没办法去比 但任务除了数量之外也有质量 所以他们之中战功最高的麦特凯顺利 被破格提拔卫上人了 之前没被那入上人考察范围的止水 也有了参加上人考察的机会 袁飞老师现在稳健过头了 袋土他们这些立下大功的少年天才 破格提拔一下也没有什么 营杖内大蛇丸一副为沐月弟子鸣不平的样子 三代木大人也有他的难处 也许是有我们没有想到的方面 这次麻烦大蛇丸君你了 如若不是你的帮助 以阿凯的偏科程度 想直接成为上人还要多磨一段时间 沐月清楚大蛇丸的目的 不过现阶段对于他来说 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好事 所以他也乐见其成 而且演技标起来后谁刷谁好感 还不一定啊 顺手而未知的事情 说不上麻烦 更何况 麦特凯他们确实立下大功 大蛇丸说着将麦特凯晋升上人的任命 交给了沐月 大蛇丸虽然朋友不多 但他知道 怎么样才能以最快速度交到朋友 沐月脸上闪过感激表情 不过并没有多说 就离开了营杖 对于沐月君这样的人 不能特意去强调自己给予了什么帮助 不然会起反作用 德尹会提及自己的作用 看着沐月里去背影大蛇丸心中点头 看些沐月表情 他就知道自己莫白费心思 沐月这种人虽然嘴上不说 但心里会一直记住他的恩情 弟子麦特凯 努力修行机 泪功寂静升上人 获得奖励 查克拉加2400 密钥抽取卷轴 未知的宝可梦弹 锦麦特凯可孵化 离开营杖后沐月看了一眼面板最新奖励信息 虽然晋升渠道不一样 但奖励方面没有太大差异 查克拉量都是2400 也都有宝可梦的弹 而且还都是个人专属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 卡卡西的是刀剑类武器抽取卷轴 而麦特凯的是密钥抽取卷轴 沐月找地方清洗一下双手点击抽取 对于这个密钥 抽取卷轴沐月还是抱有一定期待的 他只从系统获取过一种密钥 麦特凯修炼任务爆出来的锻炼密钥 虽然名字平平无奇 但锻炼密钥的效果确实十分给力 麦特凯能有现在的实力 有锻炼密钥一分功劳 要知道 沐月教导的麦特凯训练量比原著更为恐怖 要是没有锻炼密钥 单纯身体好 可撑不住那摩高强度的锻炼 确定开始抽取之后 一个巨大的转盘浮现在沐月的眼前 除了他最熟悉的火影本体密钥 沐月还在其中看见了前世一些作品之中单要的身影 密钥抽取卷轴以消耗 获得奖励 修复密钥 修复密钥 服用后将急速修复身体 24小时内第一颗效果最好且无副作用 第二颗恢复效果减半无副作用 第三颗效果与第二颗相同 但会损失一定生命力 抽取卷轴使用过后沐月系统背包之中 多出了三颗药丸 同时 沐月脑中也出现了修复密钥的药方与制作经验 整理记忆后沐月确定了修复密钥 所需所有药材都是火影世界能找到的 知识部分药材过于稀有 珍贵市面上不好买 接着沐月开着白眼 用飞雷神出去溜达了一圈 抓住了一对雾影忍者 修复密钥这东西一看就是治疗重伤的 沐月不至于为了测试密钥效果 把自己打成重伤 沐月手掌击打在雾影忍者各个关节部位 将骨头击碎 使得被沐月抓住的雾影忍者 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接着沐月将修复密钥 塞入了雾影忍者的嘴中 用白眼观察雾影忍者体内的变化 当密钥化开的一式煎雾 引忍者体内爆发出了强大的生机 断裂粉碎的骨头 神奇般的被修复得完好如初 原本冰死的雾影忍者 瞬间脸上恢复了血色 这强大效果令沐月有些侧目 这种程度的内伤 就算让刚手来治疗 估计也就保住性命 没办法将全身都治愈 而这个修复密钥 居然能直接治好 效果堪称一次性的百豪之术了 沐月本来还想测试一下 能不能断之重生 不过想了想之后 还是直接将雾影全部杀死 系统一共也就给了三颗 剩下还得他自己去制作 在测试上使用三分之二 就有点过于浪费了 一颗给阿凯 一颗给小林吧 沐月决定了 剩下两颗修复密钥的归属 他并不准备给自己留着 以他的实力 如果遇到了 能把他打得重创的敌人 就算有第二条命都打不过 因为这个药汁 疗伤不恢复查克拉 巴门顿甲高门蝶 加盐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不是现阶段麦特凯可以承受的 修复密钥给麦特凯 可以避免极限爆发 结束身体受伤过重 留下不可治愈的伤势 至于野元灵 那就牵扯到带土的事情了 野元灵好好活着 很重要 所以 最弱的他 也需要一个保命手段 第453章 极度危险的一刀 简单测试出 修复密钥效果后 穆月以最快速度 回到了营地 然后找到了麦特凯他们 因为刚完成一个 难度不小的S级任务 卡卡西他们现在 正处于休养期 没有执行任务 带土看着穆月 抱着疙瘩蛋走过来 眼前一亮 穆月老师 这个也是很厉害的 通灵兽的蛋吗 带土好奇问道 之前穆月送了卡卡西 一个通灵兽蛋 还特别强调 潜力很大 这让带土有些羡慕 他现在也还没有通灵兽 特别想要与一只 帅气强大的通灵兽 签订契纪约 最让带土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以后他与卡卡西的内战 如果他本人实力不输卡卡西 却因为卡卡西 有强大通灵兽 最终输掉战斗 带土真的晦气地爆炸 有多厉害 不好说 反正不会差 穆月想了想回答道 未知的薄 可孟蛋不确定因素太大了 有可能是迷你龙 也有可能是绿毛虫 穆月一边回答着带土的问题 一边回应着其他弟子的打招呼 最后走到麦特凯面前 将麦特凯全新的忍者证件 递给了麦特凯 这是 麦特凯一开始 还莫反应过来 等看到证件上忍者等级的上人二字之后 控制不住地露出了兴奋表情 这对于麦特凯来说 是一个十足的意外之喜 明明前不久才 因为理论 莫能通过上人考察 结果现在又莫名其妙 成功晋升上人 什么东西 这魔高兴 带土看着麦特凯放声大笑 不禁好奇走上前 忍者证 难道阿凯你证件 在完成任务时候掉了吗 带土还以为这是 沐月帮麦特凯补办的证件 当带土看到 忍者等级那一栏的时候 带土脸色变了 瞪着眼睛嘴巴 无意识张开 一副无比震惊模样 这不对啊 怎么会是上人 阿凯你不是莫通过上人考察吗 带土忍不住问道 明明是一起不及格的好兄弟 怎么麦特凯就突然偷跑 成为了上人 比起麦特凯成为上人 带土宁愿相信 是办理证件的工作人员 出现失误 没通过上人 考察并不等于不能成为上人 卡卡西看了一眼证件 略微思考 然后说道 和带土不一样 卡卡西不认为这是失误 什么鬼 不及格不就是不及格吗 为时魔能晋升 带土被卡卡西给绕到了 你可以用刀砍断树木 也可以使用查克拉加持的拳头 打断树木 我的意思是 晋升上人的渠道 并非只有通过上人考察 卡卡西使用比喻解释道 带土看木月 他还是觉得 木月嘴里说出的话 可信度最高 最好理解 木月点了点头 肯定卡卡西的话 阿凯的功绩被三代木火影所认可 所以特别提拔他为上人 听到木月的话 麦特凯挺起了胸膛 现在 他是获得火影认可的优秀忍者了 接下来再稳住木月最降弟子称号 那就是 朝着体数 最强踏出坚实一步 听木月这么一说 带土基本知道 木月带来的通灵兽弹 是要送谁了 木月老师 那有关于我的消息吗 带土心中 仍存有一丝侥幸 麦特凯与他同一时间毕业 他们在战场上 也一直作为队友 一起执行任务 按理说他的功绩 应该和麦特凯差不多的 木月摇了摇头 看向止水 除了阿凯的话 就是止水 有了参加上人考察的资格 报备后 可以回村参加考察 带土如同一尊石雕一般 愣在原地 整个人看上去十分僵硬 卡卡西先成为上人带土孩 可以用卡卡西忍灵大作为借口 但麦特凯先成为上人带土 是真找不到借口了 因为他与麦特凯 是一起从吊车尾走过来的 在木月还没进入忍者学校之前 他们都是有名的吊车尾 那时候 带土成绩还比麦特凯要好一点 后面成为木月弟子之后 两人逐渐从吊车尾 变成了天才 忍者学校时期的他们 互有胜负 可以说是各方面都相差无几 现在 他们作为队友 一起在战场上指战 一起上人 考察不及格 麦特凯却凭借功计晋升上人 而带土却什么 也没有 堪称被麦特凯暴杀 再想到 纸水可以参加上人考察 而纸水又文武双全 大概率能通过考察 带土瞬间感觉眼前一黑人生无望 纸水要是成为上人 那他可就真成了木月弟子之中 唯一一个不是上人的存在 曾经的带土怜悯 没有机会参加上人考察 直接成为特别上人的野元灵 现在的带土只想说 特别上人也不是不行 上人考察吗 纸水陷入了思考 纸水现在其实挺高兴的 有众努力耕种 最终获得收获果实的丰收喜悦 带土他们离开之前纸水与 他们一起做任务 带土他们回木叶修养纸水 依然留在战场执行任务 除了受伤那段时间 纸水末怎么休息过 晋升上人是纸水在战场上努力的动力之一 成为上人能让他在与之波族会之中更加被人重视 说的话也更有分量 但纸水一时艰难以下定决心 一个人回到木叶参加考察 一方面是担心少了他这份力量 卡卡西他们执行高难度任务 更容易遇到危险 另一方面就是担心一段时间不再带土 他们又悄无声息进步 纸水好不容易才掌握了 颜值呼吸查克拉模式 他可不想再见面的时候 麦特凯带土他们人均武装色 外加通透事件 最后就是担心沐月了 因为未来关乎沐月的情报很少 无法确定据体阵亡时间 所以 每一个大战都有可能 我推荐纸水你 现在就进行报备 然后回木叶进行考察 沐月察觉到了纸水的 纠结于是开口说道 人的精力不是无限的 要有松有迟 你已经做得够好了 可以适当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如果纸水回村餐加上人考察 纸水能得到休养的同时 沐月也能得到晋升奖励 可以说是双赢的选择 嗯 感受到沐月的关心 纸水心中一暖点了点头 决定听沐月的 看见纸水答应下来的带土 露出了复杂的表情 事情终究还是朝着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发展了 能不能从土里钻出几个忍刀七人重来给我砍两下啊 带土对功绩渴望到有些神志不清 塔卡西嘴角扬起 他脑中已经想到了一百句 用来嘲讽带土忍者等级的话 只要带土敢惹他 塔卡西包把带土说到破防 说完给纸水的建议 沐月将手里的宝可梦弹递给了麦特凯 面带笑容祝贺道 恭喜阿凯你成为上人 站在带土旁边的卡卡西突然感受到了一股猛烈的酸液 彭腐有人在不停地猛吃柠檬 当卡卡西看向带土的时候 依稀能听到什么 不过如此 也不是很喜欢通灵兽 之类的话 这次阿凯你要细心一点呢 但是很脆弱的 野员灵提醒到 麦特凯太容易激动 野员灵有点担心麦特凯一激动 用力给蛋捏碎了 是吗 我摸着感觉这个蛋 好像还挺硬的 麦特凯左手抱蛋 右手挠头说道 虽然觉得 手里的蛋并不是易碎品 但麦特凯还是切换成双手抱蛋 以求稳定 毕竟是沐月送的礼物 得好好珍惜 不管怎么说多注意一点 不是坏事 野员灵看着 麦特凯变得谨慎点头说道 对于通灵兽野员灵 没有带土那样的感觉 因为他虽然现在 没有通灵兽 但很快就要有通灵兽了 而且 还是三大圣地之一的尸骨灵 钢手说之要 野员灵通过他的考核 那么 钢手就会将野员灵 收作正式弟子 届时会让野员灵与尸骨灵 签订通灵血气 钢手所谓的考核 并不是让野员灵打败谁 或者在与钢手战斗之中 撑住多久 而是指定医疗之时 让野员灵去学习 学得好就算通过 野员灵在这方面孤 且算是有些自信 战斗他确实莫办法与卡卡西 带徒他们相提并论 但医疗之时上 他确实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 卡卡西与麦特凯都是成为上人 而他是特别上人 穆月应该是准备 等到他晋升正式上人 再送礼物 你赠送了弟子宝可梦丹 由于弟子十分感激 奖励大爆击 获得奖励 柔拳 精通级 伴随着麦特凯接受礼物 穆月的面板 弹出了一条奖励信息 大量柔拳修炼经验 在脑中浮现 穆月看奖励上只写着 柔拳还以为之有最基础的柔拳 整理了一下记忆 才发现八卦六十四掌 以及回天 也被包括在其中了 如果是刚获得白眼的时候 获得精通级柔拳穆月 会挺高兴 不过对于现在的他而言 柔拳的定位有点尴尬 虽然是日向一族的家传体术 但柔拳在穆月的整个体术体系当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柔拳能直接打伤敌人的 查克拉经络系统以及内脏 因为内脏几乎无法锻炼 所以 即便是实力再降的忍者 被柔拳打中也很致命 但忍者大部分都高攻敌防 而且 穆月有着武装色的同时 还能进入多重呼吸法查克拉模式 攻击简直高到一出 穆月使用柔拳能杀死的人 他使用其他手段会杀得更简单 知识耗费的查克拉会多一点 报了麦特凯的金币后穆月 把密钥送出去 叮嘱麦特凯与野猿灵好好保管 受到重伤直接服用 接着穆月用白眼看了一下 给卡卡西的宝可梦蛋 似乎是因为 开始有指定人员开始孵化 穆月的白眼 看过去不再是一片虚无 能隐约看到一点轮廓 具体是什么 还是看不出来 但好像是类似狗的四族宝可梦 最后 穆月依考较为游 带走了卡卡西 准备查看卡卡西这 两个月类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与刀术的修炼成果 是否达到了 无想一刀的修炼要求 穆月先是给了卡卡西一个鉴定 姓名 奇目卡卡西 查克拉 7800 技能 通透事件 雷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精通级 100 15000 图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熟炼级 2700 3000 奇目刀数 精通级 150 15000 雷之呼吸 熟炼级 2600 3000 7000多的查克拉 一个精通级性质变化 再加上一个接近精通级的性质变化 这几乎是木叶上人的标配 普通一点的木叶上人这迹象数据 基本都在这个区间浮动 不过再算上其他技能 卡卡西这个面板就不普通了 通透事件 精通级的奇目刀数 受个精通集雷盾吐盾 再考虑到卡卡西的年龄 卡卡西的面板确实算得上当之无愧的天才 修炼今年就有了别人修炼十几年二十年都没办法达到的数据 使用你的雷盾刀数全力攻击我 木叶关闭面板说道 鉴定数显示的信息不够全面 结合实战表现它才能做出最精确判断 卡卡西没有废话 立刻调整呼吸将呼吸集中到极致 进入通透世界状态并拔出白牙短刃 此次 耀眼的黄色闪电顺着卡卡西的手掌 流入白牙短刃之中 延伸出一道雷电光刃 卡卡西右脚朝前 踏左脚朝后话去 做出冲锋姿态 在通透世界的作用下 卡卡西掉集全身力量 灌入刀中 接下来的一刀将会 是它所能施展的最降一击 毕竟对手是木月 木月的强大能让卡卡西 没有丝毫顾忌地施展权力 让他们陷入苦战的忍刀欺人重 被木月随便乱杀 这样的木月 显然是不可能被它的攻击所伤 卡卡西很想 自己有伤到木月的能力 因为这代表了 它有改变未来的实力 但现实与努力目标 还是要区分一下 火雷神 轰隆 一道雷电轰鸣声炸起 卡卡西挥舞着雷刃急速 朝着木月冲去 速度之快 犹如雷龙飞舞 就像是真正的闪电 既快又耀眼 如果不是木月 特意带着卡卡西 来了远一点的地方 营地的巡逻忍者 估计都已经找上来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卡卡西 木月进入雷之呼吸 查克拉模式 然后虚空一握之 造出一把雷电太刀 对着袭来的卡卡西挥出斩机 倒不是只能这样来用无想一刀 其实直接用研磨威力会更强 但木月不需要那么强威力 毕竟他只是要测试卡卡西实力 不是把卡卡西砍成卡西 因为处于通透世界的缘故 虽然周身都是黄色电光 但卡卡西依然能很清楚地 看现木月的动作 在木月挥刀的那一刻 卡卡西心中突然一阵毛骨悚然 木月那看似平平无奇的 斩机运用了某一种深奥恐怖的技巧 给了卡卡西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 危险 危险 卡卡西的感知如同复读机一般 向卡卡西传递着这个信息 如若他面前站在的不是木月 卡卡西会放弃攻击思考闪避的可能性 第454章 两忍刀之力 伴随着木月挥出雷刃 一抹闪耀紫色电光 在卡卡西眼前绽放 刷 轰隆 处于高速移动的卡卡西突然停下了 但这并不是卡卡西自己想停下来 而是木月的斩机将至 卡卡西之能提前挥刀进行对抗 紫色电光与黄色雷龙发生碰撞 几乎是瞬间雷龙直接一分位二在空气中消散 卡卡西极力激发查克拉想要抵挡 但紫色电光的威力超出了他所能抵挡的极限 他使用全身力量也只能挡住一秒 碰 下一刻 卡卡西的身体飞速倒飞出去狠狠砸到了地上 这个结果有些出乎卡卡西的意料 倒不是他觉得木月没有秒掉他的实力 而是卡卡西没想到 木月会这样来测试他的实力 以往木月进行测试的时候 都会先给足他们施展空间 然后才出手 毕竟以木月实力如果直接出手 他的弟子们只能被秒 这样就很难起到测试的效果 就当卡卡西内心不解之际 起身的他突然注意到了周围的变化 原本有着茂密树林的地方 突然之剩下一片片树桩 稍微高一些的坡地被削平 地上到处都是被砍断的树木与碎石 刚刚的那一道斩机 居然有着这么恐怖的攻击范围 卡卡西心中震惊不已 木月的斩机简直像是给这片树林剃了个平头 超出了卡卡西心中对雷顿刀术的认知 卡卡西想不到雷顿刀术还能有这样的威力 造成这样的效果 他认知中的雷顿刀术 应该是强在对丹强在爆发 而木月这一刀则是 让卡卡西知道了 他对雷顿刀术认知还是太少 刚才我对抗的应该只是余波 卡卡西内心感叹木月控制能力之强 以他当前的实力 无法正面抵抗如此强大的斩机 如果刚刚斩机主要力量是对着他 那魔不仅连一秒都没办法抵挡 还会直接被砍成上上雾 性质变化的强度勉强达到最低要求了 木月略微点了点头 如果刚刚卡卡西性质变化强度不够 就算是余波也挡不住一秒 继续朝我攻来 这次只能使用刀术 呼吸法与查克拉都不能使用 木月说着测试要求 卡卡西拍了拍衣物上的灰尘 调整呼吸 准备握着白牙短刃走上前 由于呼吸法到达常中之后 可以时刻保持着相对集中的呼吸 不能使用呼吸法的话 卡卡西还得手动关掉 卡卡西目光凝聚 一个箭步上前朝着木月的胸口砍去 短刃犹如闪电般迅速划过空气 没有一丝保留 当 铿锵刀鸣响起 木月从卷轴之中取出纸水 送她的打刀 急速拔刀抵住了袭来的锋刃 一击不成 卡卡西面不改色 立刻变招 紧握着手中短刃 飞速朝着木月心脏处刺出 完美诠释了 什么叫一寸短一寸闲 然而木月似乎将卡卡西招式完全看破 将刀横在身前又是无比恰好的挡住了卡卡西的攻击 卡卡西明白这是一场测试 所以直接放弃防守用尽全力去进攻 刀刀对住木月的致命处砍去 犹如不间断的暴风雨一般 不过木月简直像是开了玉枝挂一样 无论卡卡西怎么样发动进攻都会被木月从容挡下 给卡卡西一众语开启通透世界自己战斗的感觉 但与木月战斗的卡卡西很清楚 木月也并没有动用呼吸法与查克拉 是在用纯粹的刀术与他进行战斗 其实卡卡西并不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在白牙还没有自杀的时候 会亲自出手磨练卡卡西的刀术 一个刀术初学者与一个在战场上杀出赫赫威名的刀术强者 进行模拟战斗 如果不是卡卡西十分崇拜父亲 恐怕会被虐到自闭 但现在卡卡西已经不能算是初学者 经历了多年修炼与实战磨练 他的刀术完全称得上熟练 即便如此 面对木月的卡卡西 彭腐又回到了初学者的时光 怕大 木月的刀背击打在卡卡西握刀手掌 将卡卡西的白牙短刃击落 刀术也算是勉强够了 木月将打刀收好后说道 虽然木月在获得无想一刀之前 没怎么磨练过刀 全靠卡卡西抱的那一点奖励 但获得精通及无想一刀后的木月 其实有了普通人 终身难以企及的刀术境界 这就是木月很喜欢叫施系统的一点 奖励能力会给一定对应等级的知识 以防无法使用 木月能那么快掌握七重查克拉性质变化 就有这个功能的功劳 正常修炼是得有极高的刀术境界 才能将无想一刀修炼到精通级 而有系统的木月 则是将这一过程倒转过来了 因为获得精通及无想一刀 而获得了刀术经验 虽然与真正脚踏实地修炼上去的 不能相提并论 但确实很方便 卡卡西将掉落的白牙短刃捡起 心中有些许期待 木月可是曾经亲口 说过他接下来要教的雷顿刀术 不比金色天际线差 说麦特凯的实力全靠金色天际线 那显然是失之偏颇 巴门顿甲与炎之呼吸才是真正核心 但金色天际线确实给了麦特凯很大提升 卡卡西数次战斗都是输在了麦特凯的金色天际线上 这是一门无可挑剔的强大提数 虽然因为领悟炎之呼吸查克拉模式的缘故 让麦特凯实力有了质的变化 卡卡西短时间没办法将其超过 但有一个能比金色天际线的雷顿刀术 多少能有一个盼头 不至于一直为金色天际线感到苦恼 先离开这里吧 木月带着卡卡西转移阵地 虽然他选在了一个偏僻位置 但刚刚的动静还是有点大了 为了不被打扰木月得重新选个好位置 这时候白眼的望远功能就很有作用 感知忍数再怎么降也只能感知查克拉 而白眼是真的用眼睛去看 观察得更全面更细致 我要教你的雷顿刀术为无想的一刀 是无想无念状态下 凝聚全身力量所发出的无双斩击 木月先是进行了一个简单介绍 卡卡西听得很认真 虽然名字有点奇怪 但这不是重点 只要够强就好 当进入正式教学的时候 木月给卡卡西来了一个开悟 如果没有开悟语 教授加持 卡卡西现在的水平是学不会无想一刀的 所以木月才说是勉强能学 有系统技能加持才行 没有就学不会 由于是在战场的缘故 木月没有教太久 教了几个小时就把卡卡西带回去了 回去的时候木月用鉴定看了一眼卡卡西 无想一刀甚至没出现在卡卡西技能栏上 也就是说一点熟练度也没练出来 这个在木月意料之中 麦特凯练金色天季线的时候 也是苦练许久才入门 直到今天连熟练级还没到 强力技能确实不好练 一个人回到木月 走过雨季一中无二的热闹街道 回到无人的家中 纸水突然有众莫名的惆怅感 小时候照顾他的叔叔不在 木月也不在 现在的木月甚至连木月的弟子都只有他一个 不过纸水并不是一个伤春悲秋的人 惆怅感来得快去的也快 纸水将房子打扫了一下就开始修炼了 他不会与木月他们分开太久 上人考察结束之后 他就会离开木夜 晚上吃完晚饭后 纸水没有继续修炼 而是去到了雨智波复月的家里 当然 他不是去找雨智波复月 纸水是去找雨智波佑 纸水没有忘记引导雨智波佑的责任 为了防止雨智波又变成未来那个六亲不认的叛人 他得对雨智波又灌输一些正能量的思想 对于纸水的到来 雨智波复月表现得十分高兴 虽然处在后方的他不知道顺身纸水的称号 但只是那次遭遇战纸水与带土 就给雨智波转足了脸面 这次回来 是准备休息多久 雨智波复月微笑问道 他还以为纸水是整个小队回到后方休整 不出意外的话 后天就要回战场 纸水想了想回答道 明天他就要进行上人考察 按照卡卡西他们的经验 是一天后就出结果 所以 纸水准备后天出结果 直接返回战场 无论是否晋升 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是参加上人考察 所以不会停留太久 雨智波复月脸上闪过一抹惊讶深色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纸水现在才八岁 要是成功通过考核 纳摩 纸水会成为史无前例的八岁上人 卡卡西前不久打破的最年青上人记录将会被纸水再度打破 呦 你真该好好向柱纸水去学习 这才是我们雨智波一族感到骄傲的天才 雨智波复月毫不吝啬地当面夸奖道 年幼的雨智波又听不懂纸水与雨智波复月的谈话内容 不明白上忍意意味着什么 不过他还是乖巧地点了点头 因为比起带土 纸水看起来就很聪明 不会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 能否通过考核还不一定 要是我没通过的话又你就不要学了 纸水摸了摸雨智波又的小脑带笑着说道 纸水大部分时间都冷静又安静 但现在偶尔也会开一点小玩笑 以纸水你的能力 大概率是能通过的 雨智波复月已经看到了积天后 忍者们新的谈资 谨慎对待不容易出错 纸水摇头说道 他没有小看上人考察 毕竟麦特凯和戴土都倒在了考察上 只有卡卡西一人通过考察成为上人 比试部分的话短时间很难有提升 看长期积累 不过我可以通过实战 指点一下你的火盾 雨智波复月想了想说道 他做雨智波一族的足长 牧业警务部的队长 雨智波复月其实是很忙的 需要处理的事情有很多 不过有没有时间也看对象 如果对象是雨智波一族未来之一的纸水 雨智波复月可以将自己不多的空闲时间挤出来 给纸水带来提升 纸水本来的想法是随便应付一下 雨智波复月就带着雨智波又出去散步进行教育 但雨智波复月实在是过于热情 纸水有点不好拒绝 毕竟雨智波复月对他不薄 虽然可能与他的忍者才能有关 但雨智波复月对他的好确实是无法抹杀的 那麻烦您了 纸水最终答应了下来 接着雨智波复月带着雨智波又与纸水去到了附近的空地 纸水好歹也是与忍刀欺人重战斗过的人者 如今即将就晋升上人 雨智波复月不至于太小看纸水 如果他不想今天晚上睡大间 肯定是不能在家里院子进行战斗的 又你站在一边好好看着 不要乱靠近 战斗之前雨智波复月叮嘱到 他自己是有把握 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害到雨智波又 但纸水那边他就不清楚了 接着雨智波复月看向纸水说道 纸水 你不要有所顾忌 放心使用权力 纸水想了想 直接进入了颜知呼吸查克拉模式 雨智波复月 好歹也是雨智波一族的组长 虽然没听过有什么厉害战绩 但纸水觉得雨智波复月的实力 应该是在两名忍刀欺人重以上的 纸水想测试一下自己颜知呼吸查克拉模式 在与这样的强者战斗之中 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反正复月都主动让他用全力了 纸水将呼吸运转到极致 将大量的氧气被吸入体内 转化为了力量 纸水进入颜知呼吸查克拉模式的瞬间 纸水的查克拉以极快的速度流逝 同时纸水也感受到了身体所发生的变化 肉体变强之式附带效果 颜知呼吸查克拉模式 真正的特殊之处 在于能强化火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大幅度增强火焰威力 火盾 好火球之术 纸水双手和石顺尖将凝聚在喉咙处的查克拉 全部转化为火属性查克拉 然后一口气吐出 火属性查克拉化作的熊熊烈火 急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火球 朝着宇智波复月砸去 刚刚结完印的宇智波复月 打出了问号 同位宇智波 宇智波复月也是准备起手 使用好火球 不过他没想到 纸水居然能无印式放好火球 他连纳磨多年都没办法做到无印式放 纸水的表现真是让复月极惊讶又不解 第455章 指点火盾 火盾 好火球之术 虽然心中有些惊讶 但宇智波复月的良好忍者素养 使得他没有因此延误忍术的释放 结印完成之后 立刻吐出大片火焰 形成巨大火球 就在宇智波复月 完成好火球释放之时 纸水的好火球 已经飞行了一小段距离 好在两人距离不算太近 宇智波复月 不至于忍术缸 放完纸水的攻击 就贴脸了 轰隆隆 两个巨大好火球 碰撞到了一起 巨大爆炸声响起 火焰迸发 热浪生腾 最后两个好火球 一起消散在空气之中 只留下一地的焦黑 不仅能够做到无印释放 就连威力都这么强 止水这几个月 究竟经历了什么 实力居然有了如此大的进步 宇智波复月 心中疑惑 同性质变化忍数对抗 是最能看出性质变化水平的 如果再是同一个忍数 那更是如此 两个好火球互相抵消 是宇智波复月没想到的 要知道 宇智波复月刚刚已经使用了大部分实力 他可是牧业第一豪门的组长 而止水之 是一个八岁的少年天才 前几个月 止水参家中人考试的时候 宇智波复月 去了现场观看止水的战斗 那时候 止水的火盾 还远没有这么强 足长的实力 果然不简单 止水心中暗道 刚刚那可是他研制呼吸查克拉模式下的全力火盾 与普通的火盾不同 不过 这道也在止水的意料之中 宇智波上忍实力 在忍界 是出了名的强 足内有强者未尊 如果宇智波复月 不降 根据止水的观察 宇智波复月 在宇智波一族 还是颇有威信的 火盾 奉先火之术 止水略做思考之后 选择了速度快 更加灵活的奉先火之术 研制呼吸查克拉模式 虽然能增强火盾 但支限于加快 释放速度和火焰威力 没办法改变一些忍术的本质缺点 止水一边释放火球 一边绕着宇智波复月 进行奔跑 让一个个小火球 组成湖面的火球 网朝着宇智波复月射去 还是无印释放 使用忍术的方式 也没有拘泥于传统 宇智波复月 一边使用顺身树闪朵 一边内心评价道 此刻宇智波复月 感觉到有一点尴尬 因为以止水的表现 它好像不太能止点止水的火盾 虽然真正使用全力止水 肯定不是它的对手 但本质上来说 它们的火盾 差距并不是很大 宇智波复月 没办法 去止点止水 但身位一足之常 宇智波复月 也有着自己的骄傲 既然火盾上止点不了 那么 它就止点战斗 火盾 火龙言谈 就在复月准备 转手卫攻的时候 止水将身体内 大量的查克拉聚集起来 转换为火属性查克拉 然后猛地吐出 大量火焰组合在一起 迅速形成了一小片火海 朝着宇智波复月 蔓延而去 好强的火焰 感受到火焰传递过来的温度 宇智波复月 心中暗暴 准备攻击止水的宇智波复月 立刻刹车 这种一看就不简单的忍术 可不能直接往里冲 由于这是一块空地 没有材料 让止水的火海 持续扩大 于是 止水立刻操控火焰 让火海分化成三条火龙 以三个方向 朝着宇智波复月冲去 火盾 嚎龙火之术 宇智波复月 一边后退 一边双手结印 井是接了一个银印 就吐出一条粗大火龙 将火龙岩潭分化出的一条火龙抵消 虽然宇智波复月 做不到无印式放火盾 但他熟练的火盾 能减少结印 紧接着宇智波复月 立刻打开血轮 眼强化洞察能力 闪过了 仅剩下的两条火龙的冲击 但就在宇智波复月 再次准备进攻的时候 止水直接不打了 这次麻烦复月叔叔你了 我没有继续战斗的查克拉 止水很有礼貌说道 其实 止水的查克拉 还剩下一些 虽然言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很消耗查克拉 但止水毕竟是开启了 三沟血轮眼的宇智波 查克拉比普通人要多 不过剩下的 那点查克拉太少了 止水觉得 再战斗下去 没有意义 反正他已经大概是探出了一点 宇智波复月的实力 这把宇智波复月整不会了 被压抑整局 刚想绣操作 结果对面直接投了 偏偏宇智波复月还 不好说什么 因为宇智波止水是后背 嗨嗨 止水你的火盾 已经很优秀了 接下来 按照之前的方法 继续修炼就可以 宇智波复月调整情绪 低渴两声后说道 虽然有点尴尬 但宇智波复月 不是一个会为了面子 胡说八道的人 他确实指点不了 止水现在的火盾 别说进行指点了 老实讲 宇智波复月 现在都有点看不懂 止水的火盾 感觉有些许怪 不仅全部火盾 都能无印释放 火焰威力也很高 完全不像是 接触火盾今年的人 其中全部都可以 无印释放这一点 最令宇智波复月疑惑 根本想不到 止水是怎么做到的 可能这就是真正的天才吧 宇智波复月心中暗叹道 他少年时 亦被称作天才 但宇智水与带土 有不小差距 嗯 多谢傅月 输出你的指点 止水道谢道 宇智波复月 绷着脸 微微点头回应 与宇智波复月 的战斗结束之后 止水与宇智波又 单独相处了一段时间 给宇智波又讲了一点 较为正能量的故事 次日止水 正式进行上人考察 不过止水 莫想到的是 他的考官 居然是前一天 与他战斗的宇智波复月 不过这次止水并 没有像上次那样 直接进入 颜值呼吸查克拉模式 火力全开 而是正常战斗那样的 一步步试探 止水先是火蹲逼走位 然后忍拒投掷 接着体数试探 最后才是使用 颜值呼吸查克拉模式 爆发真正的权力 15分钟战斗结束后 止水看傅月 满意笑脸觉得 自己实战的分数 应该不会差 下午比试止水 明显感受到 上人考察 与中人考试的难度区别 对于止水来说 中人考试 还没过去多久 所以 止水还记得一点 中人考试的比试题目 两者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如若不是止水毕业后 也有在学习 这比试 他还真不一定有信心吻过 第456章 止水的上人奖励 弟子宇智波止水 努力修行 在上人考察中 取得优秀成寂静生上人 获得奖励 查克拉加2400 忍拒抽取卷轴 未知的宝可梦诞 仅与制波止水可孵化 在止水通过上人考察 晋升上人之后 木月的面板 第一时间发放了奖励 木月掠过固定的 查克拉与宝可梦诞 看向了忍拒抽取卷轴 这是之前从未获得过的奖励 根据抽奖卷轴的名字 应该是只能抽忍拒 就是不知道 这个忍拒的范围 究竟是单火影事件 还是包括火影之外的事件 木月如同之前一样 先清洗双手 然后再点击抽取 忍拒抽取卷轴 以消耗 获得忍拒 弯曲的汤匙 木月面露一丝古怪之色 弯曲的汤匙可还行 如果它没有记错的话 这是宝可梦游戏之中的道具 在游戏之中的效果 是携带道具的宝可梦超能力属性 技能威力上升20% 弯曲的汤匙 注入查克拉克增强携带者 所使用的英顿忍数 看完弯曲的汤匙的介绍之后 木月发现 这忍拒虽然看上去有点抽象 但本土化之后的效果 却是不弱 直接增强某重性质变化 所有忍数 如果增幅不差 基本上等于自带阴属性的 高熟练度呼吸法 离开营地后 木月将弯曲的汤匙 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 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弯曲铁质 汤匙出现在了木月的右手上 木月在左手凝聚查克拉 然后进行英属性性质变化 使用武装色 强化左手 漆黑的武装色将木月的手掌覆盖 接着木月 握拳对着地面猛地砸去 地面在木月武装色铁拳 直接破裂 泥石飞溅之后 出现了一个大坑 接着木月走到了旁边 这一次 木月先将一部分查克拉 注入到了弯曲的汤匙之中 伴随着查克拉的 注入弯曲的汤匙身上 发出淡蓝色的微光 紧接着木月再度凝聚武装色 握拳对着地面轰出 轰隆 巨大爆炸声响起 一个更大一些的坑洞 在木月挥拳后产生 木月微微点头 刚刚他两次攻击 使用的总查克拉量一样的 第一次攻击的时候 木月将所有查克拉 用在武装色上 而第二次木月 分出了一部分查克拉 注入弯曲的汤匙之中 虽然使用的查克拉总量一样 但有弯曲的汤匙加持的武装色 明显变得更降了 接着木月开始测试 弯曲的汤匙的上限 他将使用武装色 强化拳头的查克拉 固定一个数值 然后逐渐增大 对弯曲的汤匙输送的查克拉 3000 5000 1万 最后一次 木月往弯曲的汤匙之中 一共注入了35000点查克拉 最终木月得出结论 在被强化忍数 查克拉值不变的情况下 往弯曲的汤匙之中 注入查克拉量 以为3万以下 3万以上虽然也有效果 但性价比会变低 不如节省一点查克拉 木月查克拉完全恢复之后 又进行了一次测试 这次他不仅加大 对弯曲的汤匙的输出 也不断增加 对武装色的输出 最终得出结论 伴随着使用忍数的查克拉增加 弯曲的汤匙 对英顿的增幅 会产生变化 被加持的忍数消耗 查克拉越多 增幅越小 可以通过增加 对弯曲汤匙输出来保持增幅 这时候 木月之前测试的 适宜查克拉量 会发生变化 不再是3万 而是更多 除此之外 木月还测试了一下 加成的持续时间 单次注入维持效果 是10分钟 如果忍数使用的太平凡 会缩短 加持的持续时间 果然 晋升上人的奖励 必然出现与弟子墙相关的奖励 木月想到 弯曲的汤匙 对于擅长鹰顿的忍者来说 很强 对于木月这种全能高手 也有用 但不多 弯曲的汤匙给止水 那真是如虎添翼 止水现在最强的那几个能力 大部分都和鹰顿沾边 血轮眼 换术 武装色都与因的查克拉性质变化有关系 成功晋升上人之后 与之波止水 就火速回到了战场 相较于木月 东岸战场上有 更多他所珍视的人 这模块就回来了 止水 你上人考察成绩怎么样 止水回来后 带土忍不住问道 此时带土心中极其矛盾 以家族兄弟的角度 带土是希望止水顺利晋升 但作为同一小队的队员 带土却是希望止水失败 和他一起继续当中人 还好吧 算是通过了考察 止水最终还是说出了那个 带土最不想听到的回答 与之波带土 十岁 是木月弟子之中唯一的中人 好可怕的噩梦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带土认为这绝对不会是现实 他是在虚假而非真实的世界 他可是与之波带土啊 最快学会呼吸法的人 也是木月弟子之中 第一个领悟呼吸法查克拉模式的人 曾经也与迈特凯互有胜负 卡卡西也输给过他 他怎么可能会成为唯一的中人 带土你默示吧 野元灵看见带土突然发呆 而且表情也不太好关心问道 野元灵那温柔的声音 将带土从过往思绪之中拉出 带土看着略微有些担忧的野元灵 看着神色淡然的止水 看着庞府想到 什么开心事的卡卡西 他再也没办法否定 他成了木月弟子之中 人者等级最低一人的现实 我没事 带土顶着有些发白的脸摇头的 然后强行扯出一丝笑容 看向止水 恭喜你了 一次就晋升成功 真好 带土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一次通过 这样卡卡西就没有机会 以仁者等级来嘲讽他 野元灵会为他庆祝晋升 然后也能和其他人一样 得到木月的上人礼物 我真傻 早知道平时应该多看一点书的 带土心中欲哭无泪 书到用十方恨少啊 带土你继续努力下去 很快也可以晋升的 止水鼓励道 止水倒也不是完全在说好话 有麦特凯这个例子在 止水认为带土 应该也能通过非考察方式 完成晋升 毕竟带土也不是很差 他们都是战场上声名远扬的天才 带土叹气点了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在成为上人之前 不与卡卡西较劲 隐远到晋升那一天 进行清算 接着止水前去找木月 想汇报一下考察结果 带土与卡卡西他们 也跟着一起去了 卡卡西是准备请教 无想一刀的修炼 带土是想看看止水 能不能领到通灵兽弹 如果止水能领到 带土会觉得 木月提前给他们一人准备了一个 就等他们晋升之石赠送给他们 如果止水没有 带土估摸着 自己成为上人应该也没有了 木月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上人 止水 你让我感到骄傲 木月露出欣慰笑容称赞道 带土心中忍不住再叹了一口气 这个帅气称号 永远与他无缘了 就算他原地尽升上人 也不能超越止水 都是木月老师您教得好 止水认为主要功劳在于木月 作为八岁的上人 你可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 不要否定自己的努力 木月笑着摇了摇头随后 便走入了营帐之中 再度出来之时 木月手中抱着一颗大蛋 这是你的上人礼物 好好孵化吧 他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帮手 木月将宝可梦蛋递给了止水 止水道谢后 谨慎接过 在他心中 这份礼物 是仅次于木月的第一份生日礼物的存在 而且是活物 必须很小心地去爱护 你赠送了弟子 宝可梦蛋 由于弟子十分感激 奖励大爆鸡 获得奖励 图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 精通级 看着弹出来的奖励信息 木月内心点头 论稀有程度 精通级性质变化 是远胜于精通级忍术 精通级体数的 有负数精通级忍术体数的不少 但有负数精通级性质变化的人就少了 要是再加上高熟练度这一条件 那就更少了 所以 哪怕是重负的精通级性质变化奖励 也要比非重负精通级忍术要好 毕竟重负获得能长熟练度 木月的图属性性质变化 曾经靠特训刷课刷到了精通级 所以 这次的奖励 转化成了3000点熟练度 转化完成的瞬间 大量的图属性 查克拉性质变化修炼经验 在木月脑中浮现 带土悬着的心 放下了大半 看样子是所有人都有份 嘿嘿 木月老师 您能不能提前送我上人礼物啊 这样也早点付出来 带土开玩笑说道 现在暂时没有人收担 你想要我也给不了 木月想了想回答道 木月倒也莫说谎 得带土晋级上人他 才能获得宝可梦诞 带土脸上的笑容 瞬间僵硬了起来 木月这看上去 不像是开玩笑啊 怎么 怎么会这样呢 带土一时间有些激动 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要是没有人收担了 那岂不是内战的时候 他很吃亏 因为麦特凯 他们三个人都获得了人收担 我会尝试着 继续去寻找 也许你成为上人之后 又有了 木月露出温和笑容说道 带土心中大为感动 心想着 果然还是木月老师最爱他 就算晋升上人时候 没有人收担 作为礼物带土 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毕竟木月有的话 肯定会给 就在带土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 卡卡西一直抱着的蛋 突然发出猛烈白光 第457章 宝可梦弹孵化 当猛烈白光出现之时 除了木月之外的所有人拒势一惊 带土下意识将野猿灵护在身后 麦特凯在手指处凝聚大量查克拉 随时准备使用金色天际线 卡卡西差点没忍住 把蛋给丢了出去 要不是这个忍受蛋 是木月送给他的 卡卡西肯定第一时间就丢出去 没听说过忍受蛋孵化还冒光的 一般冒这种程度的光 得是埋了不少起暴符的起暴符陷阱 木月面色如常看向白光中心 此时白光飞速消退 一只有着白色大尾巴的浅棕色小狗 出现在了卡卡西怀中 卡卡西一脸猛逼地看着怀中的小狗 感觉身为忍者的三观受到了冲击 狗喂食魔会从蛋里面孵出来 狗不是哺乳动物吗 而且为食魔这只狗一出生就能磨多毛 刚出生不应该只有一点胎毛吗 此刻卡卡西脑中全是问号 他不知道是自己看的书太少 还是看错了书 感受到亲切目光的颜狗狗 用他那蓝色的瞳孔回看了卡卡西 一人一狗对视 虽然是第一次看见卡卡西 但可能是卡卡西长期将蛋带在身边孵化的缘故 颜狗狗对他并不陌生 感觉十分亲切 颜 颜狗狗高兴地吐住舌头舔了卡卡西的脸一下 猝不及防的卡卡西 正常情况下卡卡西是闪得开的 不过由于蛋里孵出狗这件事情给他的冲击太大 所以卡卡西没反应过来 不愧是挚友孵化的忍受 尾巴的毛色和挚友你头发一模一样 麦特凯散去手指处的查克拉摸了摸下巴说道 由于知识量较为匮乏 麦特凯反还没有那摩大冲击 知识觉得冒白光这一点不太正常 卡卡西有些无力吐槽了 忍受的毛发关他什么事情 纯粹巧合而已 话说这个狗刚刚是不是说话了 听上去好像是言 原来忍受一出声就会说话 看见了卡卡西的通灵兽之后 带土瞬间心情好了不少 因为这个通灵兽 看起来一点都不厉害 给带土感觉就是长乡比较奇怪的小土狗 这种通灵兽就算是再来八只也不足为虑吧 带土觉得自己能打八个 卡卡西无语地看了带土一眼 原来个鬼 无论是人还是忍受 想要说话那就得学习 不可能天生就会说话的 当然理论上是这样 实际上卡卡西也却实听到了 自己怀中的狗说了言字 虽然不是很标准 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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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狗欢快地叫着然后用脑袋蹭了蹭卡卡西的胸口 卡卡西做出思考之色 他怀中的小狗好像不是在说话 而是他的叫声与普通狗不同 普通狗是汪 而他则是言 好可爱啊 野元灵双手叠放 看向卡卡西怀中的小狗闪着亮光 女孩子最不能拒绝的就是可爱的事物 现在的言狗狗给野元灵的感觉就是蒙翻了 妾 这有什么可爱 白色尾巴一点都不好看 剑野元灵的视线全部地到了卡卡西 怀中小狗的身上 带土不禁嘀咕道 他觉得非年龄原因白头发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比如卡卡西 比如叫水门老师和他单挑的自来眼 再想到曾经折磨了他一段时间的牵手飞尖也是白毛 带土心中对白毛偏见更深了 庞福是听见了有人在说他坏话言狗狗转头看向带土 原本憨厚的眼睛变得锐利 虽然以言狗狗如今的体型瞪人也只会显得萌 但与言狗狗对视的带土莫名一阵心慌 带土很快就恢复过来并想揍言狗狗一顿 问他你瞅啥 见瞪眼对带土没视魔作用 外加带土脸上不怀好意的表情 眼狗狗下意识往卡卡西怀里嗖了嗖 他还是一个只有一分钟大的宝宝 没啥战斗力 带土你的表情温和一点 会吓到小狗的 野元灵见状说了一句 带土 他现在更想做那只欠揍的白尾巴狗了 以前野元灵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这种话 好神奇的忍受 一出生脖子上就自带着岩石 这难道也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吗 止水注意到了眼狗狗身体的细节 止水刚刚一直没说话 就是在观察眼狗狗 无他 这是一只出生就不同寻常的忍受 从蛋里孵出的狗 然后还冒白光 一切都纳膜不同寻常 卡卡西想了想 伸出手摸了一下眼狗狗的脖子 棱形石头 那坚硬锐利的手感传回了卡卡西手中 眼狗狗并没有反抗 露出响兽模样 微微昂起狗头 卡卡西顺势又抓了抓眼狗狗下巴 让眼狗狗舒服地眯起眼睛 确实是真的石头 卡卡西看向止水点头说道 卡卡西心里也觉得有些神奇 感觉这通灵兽可能来头不小 出生自带的特异景象 再加上沐月之前特异强调的潜力很强 卡卡西相信这个通灵兽成长起来实力绝对不会弱 卡卡西现在唯一疑惑的就是 沐月为石膜没有说通灵兽相关的信息 以沐月的表现应该是知道一些的才对 不过卡卡西也莫太纠结这个 毕竟沐月肯定还是为了他们住想 背后有他们难以理解的深意 这一点卡卡西还真猜错了 没石膜深意不深意的 就是沐月知道的也不多 宝可梦的事情沐月确实知道的不少 但系统给火影以外世界的奖励 全部都会本土化 宝可梦肯定也不会和原世界一模一样 于是沐月干脆不说 不说就不会错 卡卡西 你来给他起一个名字吧 没有名字可不行 也圆灵剑易倒 卡卡西露出思索表情 名字当然很重要 不然他平时怎么称呼自己的通灵兽 总不能直接叫狗吧 既然这个狗一直炎炎炎的 那不如直接叫炎狗够得了 袋土率先给出自己的想法 虽然给狗取名字 带狗字 有点怪 但袋土觉得自己取名字 还是有理有据的 知识带了一小点私人情绪 只有现在的青春如此高昂 不如就叫青春之犬吧 麦特凯放声大笑 对眼狗狗竖起大拇指 但眼狗狗并不能欣赏 麦特凯的取名美学 露出嫌弃表情 麦特凯眼睛瞪大 露出不敢置信神色 这可是以青春之名的好名字 居然有人能拒绝 卡卡西直接装作莫听到的样子 给通灵兽取这种名字 不仅是通灵兽丢了 他这个契约者 也跟着丢脸 别人用通灵兽 都是 出来吧 万蛇 拜托了 文太 他来一个 决定就是你了 青春之犬 卡卡西觉得 还不如眼狗狗呢 起码他的狗叫声 真的是眼 虽然戴土和麦特凯取的 听上去都不怎么样 不过确实点燃了 现场的取名氛围 野员灵都一下子想到了好几个 叫定春的话感觉会挺不错 当然 具体还是看卡卡西 你自己想法 实在想不到可以用花草之类的来取名 比如灵啊 我感觉也还好 野员灵开口说道 毕竟是卡卡西的通灵兽 虽然喜欢 但野员灵不会宣兵夺主 卡卡西略微点了点头 总算是来了个靠谱的 对比麦特凯与戴土的取名 野员灵的取名 简直正常到不正常 正常归正常 野员灵提供的两个名字 卡卡西 也不是很满意 虽然听着确实不错 蛮有味道 但与他的通灵兽 没有什么联系 换任何一个狗 甚至其他种类宠物 也一样能取 白岩如何 植水看其他人都说了 也想了一个 塔卡西头发是白的 岩狗狗尾巴脖子上的毛是白的 而且 岩狗狗叫声是岩 一生下来天生带着岩石 他觉得 这种能直观看到的元素 哪怕只是进行简单组合排列 用来取名 也还不错 塔卡西瞬间get到了植水的点 这是他最满意的一个名字了 但他又感觉 这样还是差点意思 想不到可以不用急 莫人规定 要立刻取名字 穆月开口笑道 他倒是没想到 带土无意中 蒙对了岩狗狗的名字 不过 这是火影世界 一般不会称呼种族名 每个忍兽 都有自己的名字 所以 穆月莫说岩狗狗 这个名字不错什么的 塔卡西认同地点了点头 与其草率决定名字 不如花费时间 再细认真去想 毕竟这可是要伴随一生的东西 以后锻炼 也得带上忍兽弹才行 付出一个和我一样 天天努力修炼的忍兽 麦特凯露出了心智勃勃的表情 如果真的付出了 能和他一起天天锻炼的忍兽 麦特凯亲自动手 暴改绿色紧身衣 哪怕是狗 也得改出一套狗可以穿的运动紧身衣 穆月心道这还真有可能 塔卡西付出了严属性的严狗狗 那么说明宝可梦弹也大概率会与弟子能力相关 以麦特凯身上的特性 很大可能会是擅长格斗属性的宝可梦 格斗属性宝可梦锻炼身体 那可太正常了 到时候 麦特凯还能与自己通灵兽 用体术拳拳倒肉打个痛快 这绝对是其他忍者 很难给麦特凯带来的体验 接下来 穆月指点了一下鸡尾弟子 晚上 大蛇丸突然又召开了紧急会议 第458章 黑夜战场上升起的烈日 穆月到会议室的时候 里面只有两个人 分别是指挥官大蛇丸与副指挥奈良陆九 既然人到齐了 那么就开始进行会议吧 等穆月坐下之后 大蛇丸开口说道 穆月瞬间就知道了 这场会议的不简单 以往就算开小会大蛇丸 也会通知一些 其他在忍者部队之中担任要职的成员 而这次只有他们三个指挥官 就在前不久 我们的情报人 原探查到了雾影的一个大据点 大蛇丸开始说起会议正式内容 根据情报 基本可以确定 该据点汇聚了雾影忍者部队的主要力量 说完 大蛇丸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而是看了看奈良陆九与穆月 给足他们反应思考的时间 奈良陆九露出思考神色 然后开口说道 现在敌名我暗 我认为可以加派人者注意雾影动向 然后进行试探 他大概猜到了大蛇丸的想法 现在木叶有战力上的优势 如今又在情报战上获胜 大蛇丸肯定想主动发起大战 消灭雾影有生力量 不过奈良陆九认为 直接大举进攻有些不妥 情报可能是真的 但并不代表里面没有陷阱 之前大蛇丸就想用信息插来引诱雾影大战 知识遭遇战改变了战场局势 所以只能跟着改变策略 如果雾影村的支援力量到达 雾影很有可能采取与大蛇丸相似的诱敌之策 没错 这可能是敌人的诱敌之策 我认为最近获得的情报 都必须在西岩中确认 水之国那边可能派遣了增援部队 穆月想了想说道 因为指挥官是大蛇丸的缘故 所以穆月没有说太多 知识点到位置 因为他觉得大蛇丸不是一个会上头直接开芒的人 大蛇丸点了点头 他的想法也与穆月他们差不多 可以利用这个情报去试探 但不能直接开赌 去赌对面是真的莫能力应对突如其来的袭击 三人达成共识之后 纳摩接下来就是具体战术安排了 如何试探 试探队伍选择 试探后的计划 这些都要确定好 这部分穆月末怎么插手 大部分时候都在听大蛇丸他们说 虽然实力上去了不少 但穆月几年前还是一个普通人 指望他会实操战争 那就有点难为人了 说点理论 他倒是能行 三人商量好具体进攻计划之后 大蛇丸立刻召集了30多个小队的人者组成试探队伍 在对方据点周围进行试探 虽然是试探性进攻 但目标是敌方主力部队 人太少的话容易直接被一口吃了 接下来的时间 大蛇丸与奈良陆九 还有穆月都没有睡觉 他们要等待最新情报 然后决定接下来的作战计划 不过 对于他们这重实力的忍者来说 熬一天算不了什么 忍者的精力 可比普通人要充沛多了 但令他们莫想到的是 莫等是探性动出结果 负责警戒周围的日向一族的忍者 便率先传来了 敌人大举进攻的消息 为了防止被偷袭 木叶营地周边 是有日向忍者轮班警戒的 以此保证营地的安全 有大量的雾影忍者 正朝着我们营地的方向涌来 人数超过千人 警戒忍者急速通报道 大蛇丸猛地站起身来 眉头紧皱 事情的发展 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 白眼很强很方便 但不是没有弱点 相比较传统的感知忍数 白眼能看到的范围不大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日向上忍一般 也就只能看到3.5公里左右的范围 对于小队来说 这个范围已经足够做好很多准备 但对于千人级别的忍者部队大战 能看到就代表双方极为接近 能做的事情不多 卫士魔会突然在情报上 陷入这磨大的劣势 大蛇丸心中有些疑惑 他原本之以卫物影 是得到了增援 想通过诱敌之侧坑木叶一把 没想到 物影居然连他们的大本营都给查出来了 虽然之前自报过一次营地情报 但改编作战计划之后 大蛇丸就迅速改换地点 甚至还特意派遣队伍 搞了两个假据点来迷惑视线 按理说物影连假的都莫找到 怎么可能突然将隐藏在最深的真据点找出来 总不能是运气好吧 又是你们在幕后搞事吗 木月第一时间想到了 黑爵与语之波班 物影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情报能力 但是语之波班他们绝对有 白爵是人界上最降的情报忍者 木月估计是语之波班与非决绝的 他太哀眼了 想要通过战争来除掉他 就算他没死 如果木夜忍者部队遭受重创 那魔引发的各种后续影响 也会让木月变得忙碌 让语之波班他们有更多的可乘之机 看来我们互相都不想让对方过上一个平静的夜晚 准备战斗吧 大蛇丸说住走出营仗 与物影的距离已经不允许 他思考对敌策略了 接下来之能拼队伍的硬实力 木月与奈良路久也跟着走出 警戒忍者在第一时间就发出了紧急信号 此时因地内休息的人者都纷纷起来准备战斗 快起来 发生大事了 塔卡西第一个醒来 然后迅速起身准备叫醒其他人 我要创造一个人人都是上人的世界 戴土沉浸在美好的幻梦之中 再不醒来 小灵都要成为正式上人了 塔卡西想了想说道 戴土猛一击灵瞬间坐了起来 然后也没问太多迅速起床 去找一下木月老师吧 池水看着周围面色有些许慌张的人者们说道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先找木月不会是坏事 其余弟子也纷纷认同点头 正好木月也完成了火盾小队的集结 木月凭借着白眼精准定位卡卡西他们的位置 然后让他们跟着火盾小队一起行动 抽到大青天之后 木月将忍术效果告诉了大蛇丸 说这是他最近新开发的火盾秘书 大蛇丸二话不说 直接将忍者部队80%的火盾忍者召集起来 成立了一个火盾小队 火盾小队成员平常和普通忍者一样 在自己队伍执行任务 但是有大战必须听命于木月 由木月指挥作战 为了保密 现在忍者部队之中 除了木月和大蛇丸之 有奈梁鹿九之道大青天的效果 就连火盾小队的人都不知道 因为木月默在他们面前用过 大蛇丸 是不是惊讶 你以为是你们的情报忍者赢了 其实是我们给你的错觉罢了 钩举史仓用带着钩子的铁棒打飞 袭来苦无面露嘲讽之色说道 虽然这次情报层面的大盛 让他这个指挥官都没想到 不过并不妨碍他吹点小牛 来打击木业部队的气势 是吗 你有没有想过一种可能 其实我比你更想进行一场大战 大蛇丸不落下风冷笑道 虽然他们现在有些被动 但大蛇丸并没有慌 忍者部队实力才是战争之中的决定性因素 只要实力够强 无论什么算计都没用 在木月大青天的削弱下 就算雾影忍者人数更多 也不会是木业忍者的对手 比起忍者部队 大蛇丸更在意的是雾影之中的强者 如果雾影 他们那边有人助力 那就有点不好办了 So 勾举驶舱突然抱起 闪身出现在大蛇丸身边 挥舞铁棒朝着大蛇丸砸去 大蛇丸面无表情地举起右手 一条粗大无比的巨蛇 突然从大蛇丸袖口钻出 挡住了铁棒 奈良路九剑撞 立刻结印 使用影子秘术控制着影子 朝着勾举驶舱袭去 水盾 水铁炮之朔 鬼灯残月 自然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奈良路九攻击得逞 将手作手枪撞 对准奈良路九脑袋 施展了鬼灯一族秘术 如同子弹一般的水滴 从鬼灯残月手中射出 飞速朝着奈良路九射去 水铁炮速度快的同时还不需要减硬 奈良路九 就算放弃继续使用影子秘术 也险些被击中 得亏求到丁座支援的及时 前影多蛇手 下一刻大蛇丸左手袖口之中 飞速窜出更多蛇朝着勾举驶舱涌去 勾举驶舱舱不慌不忙地凝聚出一条水绳 一甩一抽 就降袭来的飞蛇全部抽落 此时 木叶忍者部队与雾影忍者部队站作一团 无论是强者还是中下人都在进行战斗 不过木叶忍者们的心情都不太美妙 又是被偷袭 而且敌人还人数更多 这重情况下 他们很难对最后结果保持乐观 即便战斗才刚刚开始 好多的敌人 小灵你要多注意安全啊 带徒战斗之余忍不住担心说道 碰 也元灵凝聚查克拉挥出爆裂拳 直接将他面前的雾影忍者打得血花飞溅 比起带徒他们 也元灵却实弱了一些 但如果对标普通人 那也元灵也算是个天才了 十岁的特别上人也是极为罕见的 带徒你也是 也元灵温柔回应道 带徒咽了咽口水 拿出九分注意力战斗 然后将剩下的一分注意力 用来关注也元灵的状态 难道会是这一场战斗吗 望着黑夜下混乱的战场止水 忍不住为沐月担心 掌握飞雷神的沐月 有着随时撤退的能力 但止水知道 沐月绝对不会抛弃同伴 就在这时 突然一道无比耀眼光芒 刺破黑暗降临战场 并且急速升高 然后越来越亮 直至高挂天空 如同烈日一般 照亮了整个战场 让战场由黑夜变成了白昼 战场上所有忍者 据事露出猛逼表情 无论是雾影 还是木叶忍者 都是如此 就连见多识广的勾局史仓 都有点不理解 他活了几十年 也莫碰到过这种事情 他知道 有能下雨的忍数 但真莫听过 哪个忍数 能造出一个小太阳 照亮战场 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天就和亮了一样 好像是木月大人的忍数 由于木月离得近的人者 想到了之前木月凝聚出的光团 不对 我的水盾 怎么变弱了 有雾影忍者施展水盾后 发现自己的水盾威力下降了 没有忍者会不清楚 自己忍数 能够造成什么效果的 这是连下忍都不会犯的错误 咦 我的火盾 怎么突然变强了 相反的 是由使用火盾的木月忍者 发现自己的火盾威力 莫名其妙变强了 明明查克拉没有增加 最近心智变化 也没有进步 第459章 逆转局势的雷刃 掌握了火盾的忍者 可以放心 使用火盾去战斗 在光线照射下 你们的火盾会变强 而你们的敌人 水盾会变弱 完成大晴天的 是放后木月大声提醒到 大晴天的效果 肯定是瞒不住 毕竟这可不是 削弱一两个人的水盾 或者增强一两个人的火盾 而是大范围的 集体削弱与增强 所以 木月干脆 直接将大晴天效果说出来 反正就算雾影们知道 也没办法 去让木月的大晴天失效 木月身旁的火盾 忍者们表情 变得既惊讶 又欣喜 他们总算是知道 魏石魔大蛇丸 要特别将他们 从原本小队中 调出来组成火盾小队了 原本是有不少忍者 疑惑大蛇丸 这个操作的 因为雾影部队 大部分忍者 都掌握水盾 而水盾是克制火盾的 专门组建火盾小队 并没有太大意义 只是因为大蛇丸 威望足够强 所以 没有人去质疑 现在他们只想说 大蛇丸大人 深谋远虑 木月大人 忍数超凡 谁都没想到 木月还掌握这种神奇的忍数 居然能增强火盾的同时 削弱水盾 同样听到木月声音的雾影们 则是脸色大变 不敢想象 居然会有这样克制水盾的人数 就算有脑子转得快的雾影 想到了 他们同样可以使用火盾享受加成 也无济于是 因为雾影忍者部队之中 根本就没多少会火盾的 就算有会火盾的雾影 其火盾也不会太降 实际效果 可能还不如使用水盾 水盾好歹更加擅长 而且 克制关系也还在 木月老师 居然还有这种人数 战斗结束之后 一定要问一下 能不能学 戴土看着天上那耀眼的猎羊 十分心动 晚上突然来这磨一招 也太帅了 直接化身全场最亮的仔 而且他最擅长的 就是火盾 火盾被强化 就等于整体实力被强化 火盾 好火球之术 戴土将大量查克拉 凝聚在喉咙处 吐出巨大炎热火球 朝着雾影部队砸去 这一次的战斗不同于以往 有超过上千的敌人 所以 戴土没有 随便浪费查克拉 选择使用威力大消耗少的好火球 水盾 水振壁 雾影忍者迅速结印 吐出一道水流 形成水球挡在前方 但他却是低估了戴土的火盾 也高估了自己的水盾 要知道 戴土现在的火盾 不仅有炎之呼吸的加成 还有大晴天的加成 而雾影忍者的水盾 在大晴天作用下 还被削弱 此消彼长之下 怎么可能挡得住戴土的好火球 呲呲 轰 戴土的好火球 直接将水墙吞没 猛烈的火光笼罩 将雾影忍者的身体笼罩 使其身体变得焦黑 火盾 豪炎之术 数个原非异族的火盾忍者 站在一起 接应释放原非异族的火盾秘术 无比滚烫的烈焰 从原非火盾忍者们嘴中吐出 一道道火焰组合在了一起 形成一片火海 将所有触碰到的雾影 全部烧作灰烬 穆月大人的这个忍术与豪炎之术 简直是绝配 有原非忍者忍不住称赞道 豪炎之术 本就是未战争而生的火盾秘术 所释放的火焰 温度极高 范围不足则可以通过多人一起释放弥补 再加上穆月的大擎天加强 在战场上那真是所向披靡 水盾 大瀑布之术 水盾 水龙潭之术 水盾 水乱波 大量的中上人物引对穆月发起了攻击 试图想杀死穆月 以此让削弱水盾的人数失效 既然没办法破解穆月释放的人数 那就把穆月给解决掉 因为忍界中确实有部分忍数是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解除的 原理就是 维持需要释放者 持续输出查克拉 断了查克拉来源 那忍数自然也就消失了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大晴天并不是这种类型的忍数 而且 他们也没办法解决穆月 都离我稍微远一点 穆月让周围的穆月忍者散开 他要使用大范围忍数了 有时候范围太大 也是一种苦恼 因为现实可不能关闭有伤 火炖 好火灭卷 穆月将呼吸切换制炎之呼吸 然后降查克拉 凝聚并迅速转化为火属性 查克拉一口气全部吐出 呼呼呼 如同海水一般的火焰从穆月嘴中吐出 急速形成了一片火海 将穆月前方一切事物吞没 熊熊燃烧的高温烈焰让穆月周身温度急速上升 另与他距离不远的人者 留下热汗 望住那有着滔天之势的火海 穆月忍者明白 穆月卫士魔要让他们撤出一段距离了 如此范围广大的火盾 稍有不慎 可能要连同他们一起吞没 穆月吐出的火海 为这片黑暗之中的光亮之地增添了一抹火红 每一名穆月对面的雾影忍者 脸上都被打满了火光 他们一脸震惊地看着火海 无情吞噬了他们所有人的水盾 这一刻 庞福查克拉属性克制 不是水克火 而是火克水 它的火盾居然如此强大 由雾影上忍震惊到 对于穆月的能力 雾影忍者们最警惕的 还是那与黄色闪光同款的飞雷神之术 然后就是强大的冰盾人术 他们没想到 穆月还掌握了那么夸张的火盾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之中 穆月从未显露 这样强大的火盾 就算没有那个猎羊秘术 穆月军的火盾在 整个木页也能排到第三 大蛇丸的余光注意到了穆月那火势恐怖无比的火海 而且 穆月第三的原因还是前面两个太强 第二是与大蛇丸同位三人的自来眼 第一是大蛇丸的老师 三代火影员飞日展 穆月这个木页前三 在忍界 甚至可以进入前五 大蛇丸觉得 木页外除了鱼忍村那个忍尸总幼界 应该没人会比木页的火盾更强 忍尸总幼界也是一个例外级的战力 用火盾击败了最擅长水盾的半藏 大蛇丸估摸着总幼界的火盾 比自来也都要强不少 大概率比原飞日展都降 当然 火盾水平不能体现全部实力 毕竟原飞日展可是熟练掌握上千众人数 并不是只靠火盾 雨声穆月 又是你 勾举使仓皱起了眉头 上一次雾影的大好局势 就是从那场遭遇战葬送 原本的东岸战场 雾影占尽上风 遭遇战损失惨重后 急转而下 如今 他们在情报站上大获全胜 结果 穆月又突然用出一个 极其克制雾影忍者的未知忍数 得想办法除掉他 此人不死必成雾影心腹大患 勾举使仓心中 生起了对穆月的杀意 穆月的大晴天实在是 队伍迎忍者部队的影响太大了 大规模战斗突然来一下 就直接让他们部队的忍者 整体实力下降 除非以后 雾影永远不集结部队 进行大规模战斗 不然 大晴天队雾影忍者们 永远都是一个大威胁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事情 现在穆月腾不出手 反攻水之国 但以后就不好说了 残月你去找机会 尝试着杀死与生穆月 勾举使仓命令道 并且对着他附近的 一名雾影使了一个眼色 鬼灯残月愣了一下 他和水无月寒的实力差不多 水无月寒打不过沐月 他想要杀死沐月 那简直是地狱极难度 但官大义挤压死人 还是在军令如山的战场上 鬼灯残月 也只好使用顺身数拉开 距离不再与猪鹿蝶纠缠 奈良路久等人 自然不想要放任鬼灯残月离开 不过被琵琶石藏羽立线串丸 等上人阻拦 大蛇丸见状 准备试放风 顿帮猪鹿蝶一把 结果却感知到 一股恐怖的气息 突然升起 一名看上去 平平无奇中年的雾影忍者 变成了一个面带白须的老者 身后尝出了一条 比老者身体 还要高大的石颗尾巴 老者爆发查克拉后 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 朝着大蛇丸袭去 三伟人助力 被派遣到战场有段时间了 知识勾举史仓 想给木叶来个大的 打木叶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一直让三伟人助力低调隐藏 居然派遣了三伟人助力 大蛇丸眉头微皱 大蛇丸哪怕得知了 雾影主力部队消息 也莫直接大举进攻 就是担心雾影部队的援军之中 有人助力 他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So 通灵之术 大蛇丸身形暴退 然后立即施展忍术 召唤万蛇 万蛇虽然打不过尾兽 但皮操肉厚比较抗揍 纠缠拖延时间还是可以的 召唤白眼闪过 一条有着条纹的紫色巨蛇 从中显现 大蛇丸 我的一百个祭品呢 被通灵出来的万蛇 毫不客气地说道 与寻常通灵兽不一样 万蛇并没有将大蛇丸 当作主人或者同伴 在他眼里 大蛇丸就是个合作者 该给你的肯定不会少 这次的敌人可不简单 不要大业 站在万蛇 巨大舌头上的大蛇丸面 无表情说道 如果不是万蛇能力够强 有通灵兽敢对他这魔嚣张 大蛇丸早就把对方当成素材料里了 大蛇丸用余光 瞟了一眼木月那边 只靠万蛇 他最多只能保证 自己能成功撤退活下来 能不能赢得看木月那边 能不能发力一波 弹掉鬼灯残月来帮他 水铁炮之术 鬼灯残月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木月的后方 举其手指对着 木月发出鬼灯一族秘书 水滴突破空气 如同子弹一般 飞速朝着木月脑袋射去 然而木月好似预知到了 鬼灯残月的攻击一般 在水盾即将命中的一刻 歪头躲过 是一个感知敏锐的家伙呀 见偷袭莫德手 鬼灯残月朝前方奔去 并举起另外一只手 也做出手枪撞 水铁炮 双钉连发 砰砰 两只手同时发射两发高速水滴子 弹朝着木月射去 这就是鬼灯一族秘书的强悍之处了 不需要结印 而且速度极快 是只有修炼了水化之术 才能用出来这重强大水盾 鬼灯残月 不相信这次木月 还能靠扭身体全部躲掉 这可是相当于四倍的普通水铁炮 So 木月的身体 毫无征兆地 在原地消失 出现在了几名雾影忍者身旁 一个旋风腿 将他们全部踢飞 该死的飞雷神之术 见自己耗飞大量查克拉的攻击 落空鬼灯残月脸 不禁黑了下去 虽然战斗开始到现在 木月都没有扔出过苦物 但这可是木月忍者的营地 又怎么可能少得了木月的飞雷神苦物 水盾 水线 不爽的鬼灯残月并没有继续追击木月 而是举起手对着 距离他不远的一些木月忍者 是放了攻击 打不到木月 他还能打不到那些普通的木月忍者吗 密集的水弹 从鬼灯残月手中是放出去 不过这水弹 虽然看起来多 但单个威力于水铁炮 不是一个级别 优点是 范围够大 土盾 土流弊 卡卡西结印控制地面 升起一道土墙进行防御 他们这些弟子都在木月周围战斗 没有与木月距离太远 火盾 嚎龙火之术 顺手解决了机名物影忍者之后 木月皆一应是放火龙巢灼 鬼灯残月要去 面对木月的火盾 鬼灯残月 不敢大意 毕竟刚刚木月那个火势滔天的 好火灭却留下的大片 焦黑痕迹还在 鬼灯残月 一边自己是放水顿一方面 呼唤其他雾影忍者 帮忙一起抵挡 现在整个战场 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是以大蛇丸 勾举使仓 三伟人助力为中心 另一个部分 则是以木月与鬼灯残月为中心 本来雾影忍者的人者 就要比木夜 忍者更多 再加上勾举使仓那边 有三伟人助力帮助 所以他让大部分上 人都跟着去围攻木月了 而木月这边 以朱鲁蝶日向日差 未首的木月上人 大部分都在帮助大蛇丸 对抗人助力 与勾举使仓 钟夏忍集中 在木月这边 所以 木月这边的情况 是钟夏曾旗鼓相当 上层靠着木月 与他的弟子们顶着 木月 一定要赢啊 有着广阔视野的日向日 差能看到木月 与雾影们的战斗 勾举使仓 加三伟人助力的组合 实在是不好对付 这场大战的关键点 就在于木月能不能顶住压力 杀出优势 其实能走到这一步 已经十分不容易 毕竟他们各方面劣势太大 如果没有木月的大晴天 也许已经不得不强行撤退 保存力量 就连另一边的日向日差 都关注木月的战斗 更别说以木月为中心的部分了 水无月寒 都死在了木月大人手上 鬼灯残月 不可能战胜木月大人 不会是这一次 木月老是能赢 止水观察局势 得出结论 眼下木月部队之事 小小劣势 这怎么可能 会导致那魔强大的木月 当场生死 有木月忍者奋力攻击 想要为木月 托出更多的雾影忍者 因此受伤 也有雾影忍者 围攻木月 死在木月的人数之下 鬼灯残月很谨慎 只要是木月 丢出苦无的地方 他全部记下 而且不会再踏足 以确保 不会被突然袭来的 飞雷神攻击 毕竟勾举使仓 也只是说 找机会杀了木月 他要是自己不谨慎一点 那还怎么 去找木月的机会 远处看戏的黑绝 都有点无语了 水化之术的生存能力 放到整个人界 都是最顶级的一批 不仅完全免疫物理攻击 就连大部分人数 也能通过化水化解 怎么就练出 这魔狗的打法 鬼灯残月 看似与木月 不断拉扯交战 实则不断向带土靠近 根据他们所探明的情报 与之波带土 是木月的弟子 鬼灯残月 想通过杀死木月弟子的方法 让木月失去冷静 然后露出破绽 鬼灯残月内心 早就盘算好了 就算不成功 那也是杀死了一个木月天才 魏物影除掉了一个隐患 战斗结束之后 勾举使仓不好说他 其实 杀死麦特凯功劳更大 但鬼灯残月觉得 麦特凯这种超级天才不好杀 选择带土成功率更大 带土的血轮眼 看见了不怀好意的鬼灯残月 他立刻后退并 甩出树道手里剑 朝着鬼灯残月刺去 在血轮眼强大观察力的加持下 带土本就优秀的手里剑投掷变得更强 每一把手里剑 都发挥着不同作用 有的锁定了鬼灯残月的致命处 有的封锁了鬼灯残月的闪躲空间 但鬼灯残月 不屑一笑 加速冲向带土 无论是再将的物理攻击队 它也不会起作用的 接着令带土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鬼灯残月 被手里剑刺中的身体 突然化作了液体 手里剑穿过水流 直接刺入了地面 而鬼灯残月毫发无损 带土当机立断 直接将呼吸 集中到极致进入炎脂 呼吸查克拉模式 战场上没有查克拉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但那也是查克拉 消耗完了之后的事情 被鬼灯残月近身 可是迫在眉睫的危机 但鬼灯残月的水顺深速度极快 几乎是瞬间就到达了距离带土之有一米的地方 鬼灯残月举起双手 做出手枪状 水铁炮 双钉 为了防止出现意外 鬼灯残月选择使用 威力更强的双倍水铁炮 而带土 也是没有丝毫脱泥带水的 就让全身燃起了火焰 极灼炎脂呼吸查克拉模式 对火属性查克拉性质变化的加成 瞬间让周身 形成了一道火焰保护罩 So 莫等鬼灯残月的水铁炮 打到带土的火焰护盾 穆月使用飞雷神之术来到带土身边 控制力量 抽出炎魔挥出无响一刀 穆月挥刀 瞬间耀眼雷盾在手中绽放 雷电轰鸣声炸起 周围忍者无不侧目 鬼灯残月下意识 就用出了水化之术 但是他看到炎魔身上 闪耀住的雷电之后 瞬间脸色大变 水化之术很强 但不是没有弱点 水化之术的弱点就是雷盾 雷盾的雷电 能给使用水化之术的忍者 带来麻痹效果 导致不能充分液态化 从而受伤 身体快动啊 鬼灯残月 极力地想要去闪避 结果却发现穆月的斩机 尤其地快 糟糕 得受重伤了 还好我们忍者不对人数更多 确定无法闪过后 鬼灯残月 心里已经在思考重伤后 如何摆脱穆月的追击了 虽然雷盾克制他的水化之术 但也只是克制而已 而不是碰到雷盾必死 不然这秘书 怎么可能造就强大的鬼灯一族 学习个雷盾 又不算多高的成本 这个人死了 卡卡西直接在心中 给鬼灯残月判了死刑 正在学习无想一刀的他 清楚这个雷盾刀术 究竟有多恐怖 这不是人能硬抗的招式 还想打我 不知道我有穆月仙人保佑吗 见鬼灯残月的攻击 被穆月斩机砍灭 带土退出了 炎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他承认鬼灯残月 确实有点东西 差点就偷袭到他了 但对尚无所不能的穆月仙人 鬼灯残月的生命 已如风中残烛 电光在鬼灯残月眼中 无限放大 当炎魔砍到他身体之时 鬼灯残月 眼睛瞪大 无法言喻的痛苦 从被砍击处 蔓延到全身 这一刻 鬼灯残月 发现自己错了 他远远低估了 木月挥出的雷盾斩机 他怎么也没想到 火盾远超常人 冰盾不比水 无月寒要弱 熟练掌握飞雷神的木月 居然还有这么一手 强大的雷盾刀术 鬼灯残月 真是到死都不明白 木月是怎么修炼出 这些能力的 就算从酿胎里修炼 也不应该这样 难道木月的一天 有二百四十个小时不成 鬼灯残月并没有痛苦太久 几乎是痛感传来的 下一个瞬间 鬼灯残月的身体 直接碎裂 他所站立的地面 则是出现了一道 焦黑斩机痕迹 残月大人 周围雷盾上 忍具是惊讶与悲痛 战斗局势变化得太快 刚刚鬼灯残月 还与木月 打得有来有回 突然 就直接被木月拔刀秒杀了 雷盾们就算是想支援 也来不及 而杀死鬼灯残月的 木月并没有停手 原地结印 吐出猛烈火焰 朝着雷盾们涌去 想对他的弟子出手 那真是有点作死了 因为是在战场的缘故 木月给每一个弟子 都发了两把飞雷神苦武 一把可以用来丢 一把放在身上 随时定位 一群废物 杀得羽生木月 就有那魔难吗 勾举史仓快疯了 那魔大的优势 怎么打着打着全没了 还死了一个鬼灯异族的强者 木月君 你果然是一个 可以相信的人 大蛇丸嘴角扬起 第四百六十章 暴走的尾兽 呼呼 木月所释放的大范围火盾 再度朝着雷盈们涌去 逼得许多雷影 不得不联手施展水盾阻挡 而其余木月忍者 则是趁机反击 一闪 卡卡西江 呼吸集中 凝聚好的查克拉 全部转化为雷属性 查克拉活化细胞 整个人如同闪电一般 在战场上穿梭 所过之处 必有雷影被腰斩 八门盾甲 渡门 开 麦特凯直接打开了 八门盾甲的第五门 身体内涌出大量查克拉 速度与力量再度上升 每一次挥拳与踢腿 都能给予周围雷影沉重的打击 对于如今的麦特凯来说之 开启五门 不开启言之呼吸查克拉模式 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 止水也不甘示弱 血红的双眼扫过 身边雷影 下一刻幻影止水们 就将雷影们包围 时虚实实的身体 让雷影闷难以应对 火盾 火龙言谈 带吐将颜之呼吸 发挥到极致 在喉咙处 汇聚大量的查克拉 然后一口气转化为火焰 全部吐出 大片大片的火焰 形成火海 然后分化成火龙 朝着雷影忍者们包围而去 虽然没有沐月 那有滔天之势的火盾 那魔壮观 但在整个战场 也算是十分亮眼 比一众木叶上人的火盾 还要更强 在木叶忍者部队的强势反击之下 以鬼灯残月为中心的雷影部队 受到了压制 一个个雷影死在木叶忍者部队的反扑下 杀死鬼灯残月前的战场 就像是一个平衡的天平 而木叶杀死鬼灯残月 就像是在平衡天平上 为木叶加了一块砝码 胜利的天平逐渐向木叶倾斜 勾举史仓的脸越来越黑 他这边虽然有着三伟人助力 但木叶那边也不是吃素的 大部分上人都在这边 他没办法像木叶那边那样 迅速斩首 杀死大蛇丸 即便勾举史仓再怎么不甘心 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次战斗物引输了 在有助情报大优势的情况下输了 用那个吧 勾举史仓辉五铁棒 逼退大蛇丸之后 与正在暴打万蛇的三伟人助力说道 勾举史仓不是一个莽夫 虽然他认为 有人助力的物影部队胜率很大 但也莫自负地认为 他们的胜率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 勾举史仓早就想好了 应对这种局面的办法 任助力 有好几种状态 其中最强的状态名为 完全伪兽化 任助力 在保持自我意识情况下 身体完全变成伪兽 可以将伪兽恐怖的力量 与强大的查克拉 最大程度的发挥 但完全伪兽化 并不是每一个人助力 都可以做到的 十分考验人助力本身的能力 物影村当前的三伟人助力 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不然 勾举史仓 早就让他完全伪兽化了 不至于打得那么艰难 但完全伪兽化 其实有一个取巧的方法 那就是让人助力的失去意识 让伪兽成为身体的主导 这样同样可以进入 完全伪兽化 只不过操控身体的 不是人助力 而是伪兽 不过这样去做 有一个坏处 由于伪兽与人类关系一般 伪兽一旦能自由 行动会第一时间 无差别攻击他身边的人者 但勾举史仓 如今也没有了其他好办法 反正 这里是木叶大本营 让伪兽暴走 肯定是木叶更吃亏 三伪人助力点了点头 爆发身上的伪兽查克拉 禁止冲向了木叶忍者部队 就算有忍树忍拒袭来 也不闪不闭 三伪人助力 再怎么不行 也终究是人助力 木叶忍者们 莫能阻挡住 三伪人助力的冲锋 当冲入木叶忍者部队的瞬间 三伪人助力施展了 让自身一时沉睡的秘书 就在这个瞬间 一股恐怖无比的查克拉 从三伪人助力体内升起 查克拉由虚转时 最终变成了一只 体型无比庞大 全身布满刺灵 长住三只尾巴的巨龟 巨龟睁开血红眼睛之后 望着遍地正在交战的忍者 瞬间展现了恐怖杀意 他原本好好的在水里待着 突然就被这些人类抓起来关注 从此一直都是暗无天日的囚禁生活 姬武毫不客气地 甩动三条巨大尾巴 朝着忍者们抽去 有莫来得及闪避的忍者 直接被抽得身体暴血 躺在地上无法动弹 生死未博 主动让尾兽抱走 有点麻烦了 大蛇丸眉头微微皱起 他曾经让八尾抱走过 抱走的尾兽 虽然实力不如真正的完全尾兽化 但因为尾兽自身恐怖的力量 和查克拉 哪怕是没有理智地乱打 也能造成巨大破坏 勾举使仓者明显是壮士断腕 因为尾兽不会一直抱走 等人助力恢复过来之后 那可就要遭了罪了 姓名 姬武 查克拉 1850 0000 穆月好奇地给了三伟人助力一个鉴定 结果发现 这个状态鉴定出来的 甚至不是任助力的名字 而是尾兽的名字 而且 查克拉量达到了惊人的1850万 任助力正常情况下 果然还是没办法完全发挥尾兽的查克拉 穆月想到了之前眼影战场 给四伟人助力与五伟人助力的鉴定结果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汉和老子最高的时候 也就五百多万查克拉 穆月估计的彻底被尾兽认可 也就是名人与九伟那种关系 才能全部发挥尾兽查克拉 全部撤退 勾举史仓 趁着三伟肆虐的功夫命令到 暴走的尾兽会进行无差别攻击 他们现在没有被攻击之 是因为距离较远 再不走的话 也许就要和穆月忍者一起吃尾兽玉了 水盾 雾影之术 勾举史仓凝聚查克拉 吐出大量农物来掩护部队撤退 大蛇丸立刻施展封盾来驱散农物 五大性质当中 他最擅长的就是封盾忍术 大蛇丸不可能会让勾举史仓 那么轻易逃走的 有优势 当然要尽可能去消灭对手的有生力量 但此时三伟砸来的巨尾 却是让准备施展忍术攻击雾影的大蛇丸 不得不闪避 大蛇丸算是明白 那时候八尾暴走云影忍者们的感受了 万蛇 去拦住三尾 大蛇丸想让万蛇与三尾纠缠一二 时间到了 不要忘记我的忌品 万蛇并不鸟大蛇丸 直接回到了龙地洞 万蛇可不傻 与完全体尾兽战斗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终一个尾兽玉那真是不死 也要脱层皮 他与大蛇丸之是合作关系 一百个忌品 犯不上这魔拼命 大蛇丸表情不变 他倒也莫太过惊讶 对于自己通灵兽的性格 大蛇丸很清楚 关键时克万蛇靠不住的 对靠自己 影子模仿术 奈良路九节应施展影子秘术让自身的影子与尾兽影子重叠 当影子融合瞬间 尾兽攻击的动作 顿住 而奈良路九则是脸色一白 用影子模仿术 控制尾兽这重强大恐怖生物 哪怕只是一瞬 也得付出不小代价 超背化之术 丘道丁座 马上用出丘道一族秘术 在杨属性查克拉的加持下 丘道丁座身体 急速便大直到 变成与三尾差不多大小的巨人 使用超背化之术后的丘道丁座 有了恐怖无比的力量 趁着三尾被控住的功夫 直接抓起三尾的尾巴甩起 然后砸到了地面上 害一 你带着上人以下的忍者撤退 大蛇丸一边施展封盾攻击尾兽 一边说道 山中异族的秘术 在这种情况最大的作用 就是迅速组织部队撤离 上人以下的忍者 很难在鱼尾兽战斗之中生存下来 哪怕是鱼波队他们 也极为致命 山中亥义微微点头 使用山中异族的秘术 迅速在战场之上 传递了这个消息 所有中忍及以下的忍者 全部往西北方向撤退 山中亥义的声音 在忍者们脑海中突然出现 西北方向 就是朝着木叶走的方向 是不会出现敌人的 因为木叶忍者部队 经常会严密排查这个区域 带徒听到山中亥义的声音 下意识地 就要朝着西北方向走去 直到他发现 其余木叶弟子都没有动作 带徒这才想起来 木叶弟子之中 只有他一个人是中人 野元灵 好歹也是一个特别上人 带徒有些纠结 不走的话是违抗军令 但他又不可能 一个人离开交战区域 这不成了抛弃同伴吗 你要是想留下来 就留下来吧 木叶走过来说道 作为战场副指挥 木叶这个权力还是有的 让带徒一个人离开木叶 还得安排尹分身保护 以防雨之波般 趁乱搞事 还不如让带徒待在战场上 尾兽完全体很降 但也要看是谁 如果是九尾或者八尾 木叶会选择带着弟子们 一起撤退 但三尾是较为普通的一只尾兽 现场又有大蛇丸 又有猪鹿蝶 还有一众木叶上人 而三尾身边 又没有了雾影忍者帮助 这场战斗书的一方 一定是三尾 通灵之术 大蛇丸再度施展通灵术 召唤通灵兽 不过这次 他不是召唤万蛇 而是召唤了一条 体型庞大的普通龙帝动人蛇 大蛇丸是羽龙帝动签订的契约 不只是能召唤万蛇 也能召唤其他的蛇来 只不过他所能召唤的 最降忍蛇是万蛇 但这个情况万蛇 肯定是不会回应他的召唤 大蛇丸索性召唤了一条 体型够大的忍蛇 大蛇丸站在忍蛇的头上 朝着三尾庞大的身躯冲去 此时奈良路久 已经因为消耗过大没办法 在施展影子秘术 控制三尾 是秋道丁座 在用自己庞大的身躯压着三尾 不过因为三尾力量过大 秋道丁座压制得很勉强 庞大的巨人身体不断颤抖 其他木叶上忍纷纷使用各自的手段 对付尾兽 擅长攻击忍蛇的 就使用火盾雷盾来攻击三尾的身体 擅长辅助忍蛇的上忍 就使用各种土盾忍蛇 来试图将三尾困住 每一名木叶上忍基本上都有一技之长 被这样一群精英围攻 即便是三尾也吃不消 将相对于脆弱的头部 缩入立壳内 同时爆发身体内巨大的查克拉 哄 当愤怒的三尾 彻底爆发身体内那恐怖无比力量之时 秋道丁座再也没办法完成对三尾的压制 庞大的身躯被顶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三尾甩动尾巴 朝着秋道丁座甩去 倒下秋道丁座 望着那满是尖刺的尾巴 倒吸一口凉气 这要是被抽中了 不得一声窟窿 秋道丁座当即就直接在地上翻滚 躲过了第一根尾巴 但很可惜的是 三尾一共有三条尾巴 剩下的两条尾巴 眼看就要砸中秋道丁座 咻 就在这时 一道苦无破空声传来 一把苦无飞射到了秋道丁座上方 嗖 下一刻拿着炎魔的沐月 就出现在了秋道丁座的上方 举起了炎魔 当 沐月身形急速下坠 站在了秋道丁座的身上 让肠满尖刺的巨尾 停留在了秋道丁座身体前两米的位置 两米的高度 对于庞大的三尾 与施展超倍化之术的秋道丁座来说 很短 沐月的身体 在他们两个庞然大物之间 更是渺小 但就是这样巨大的体型差距 沐月死死抵着尖刺巨尾 没有让尖刺巨尾 再前进一分 大射丸的巨蛇与沐月 同时到达缠绕住了另一条巨尾 成功为秋道丁座化解了危机 秋道丁座 心中松了口气 迅速爬起身 笑着对沐月与大舌丸道谢 两手抓住三尾尾巴 没有尖刺的地方 再度给三尾来了一次狠甩 轰隆 三尾巨大的身体 砸到地上 砸出一个巨大坑洞 其他木叶上 忍又是趁机对三尾一顿猛输出 为三尾身体脆弱处 留下了一些细小伤口 三尾彻底愤怒了 巨大头颅朝天怒吼 恐怖狂暴的查克拉席卷整个战场 他又不惜一切 代价杀死这里所有人 互相之间拉开距离 他可能要使用尾兽狱了 大舌丸冷静指挥道 不能消灭大量雾影部队 干死一个人助力 也是不小功劳 接着大舌丸看向了沐月 沐月军 接下来就是 你我发力的时候了 想要打败完全踢尾兽 靠普通上忍刮杀是不行的 强者才是主力输出 自来也曾经在有波峰水门与沐月 一众精锐上人的辅助下 击退了两位人助力 大舌丸认为 自己与沐月合力 在加一众沐月上人辅助 杀死人助力不是问题